現在繼續開會 我們現在邀請高宏安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有幸林部長 請林部長 部長武安喔 我想首先先跟您關心一下 因為這一次我們在台鐵太魯閣號的事件裡面 其實看到施工的廠商 分包的廠商其實出了非常大的在品管上的問題 所以想先請教一下部長喔 我們今天看到我們承包的廠商是東興營造以外 他也發包的廠商是給義祥工業社 那我想最近媒體報導已經都披露出來說 其實義祥工業社過去其實有相當多的施工不良的紀錄 那我們事發到現在已經五天了 我們除了救災跟救責以外 其實最重要的是我們怎麼檢討台鐵系統性改善的問題 那我這裡看到第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這些有這麼多不良紀錄的廠商 還可以繼續承包政府的工程 同時呢我們也看到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今天李義祥他的議程營造 其實他依據採購法 我們在採購法政府採購法第101條跟103條 你整個看起來的話 如果今天他有偽造不實的文件進行履約 其實他是三年內他是不能夠再去做任何政府的投標案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議程營造在2020年 他還是持續在得標政府的標案 想請教一下部長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是跟委員說明 現在當然在調查中我們都會配合 這個跟調查沒有關係這是政府採購法 這是認定 因為他 他已經判刑確定了 不是 就是是不是因此這樣就不能夠投標 這個其實是我們公務員也是要依照規定來辦理 有些並沒有排除他 可是有一些是不是他有戒牌或其他的情況 這個也要釐清 所以我要求同仁 以最快的速度 一定要配合調查之外 可以公佈的資訊 不好意思副長我想我問的問題可能您有點誤會喔 我問的問題是說議程營造在2014年他有被查出來 他是偽造文件來做履約 那2018年被判刑有罪 這件事情為什麼議程營造還可以持續來投標 並且得標 我們看到在投標的得標的資訊上2020年都還有 問您的是這個跟調查是沒有關係 我跟委員說明一下 因為他就是有涉及到戒牌或是 這個不是戒牌 分包的問題 那我請局長來跟你說明 好不好意思 因為我覺得部長好像給沒搞清楚狀況 有啦 跟我委員報告 那個議程他違反101條款的時候 他是在98年 然後限制的條件裡面是一年的期間 三年 我們依據103條政府採購法是三年不得再得標 是一年喔 這個 103條 好沒有關係 今天到底怎麼回事 我跟委員報告 你要幫他念一下 103條第一款 其實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案子 跟議程來得標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我們這個標是叫東興營造來得標 我們這個標案是東興營造 我現在在討論的問題不是東興營造 不是現在的這個問題 我問的問題是 為什麼政府採購法明明已經有判刑的廠商議程營造 他應該要被列為拒絕往來對象 103條這樣寫的 那為什麼他2020年還可以得標 我問的問題是這個 現在已經浪費我三分半的時間 議程在台鐵有幾個案子都完成了 但是他沒有 他那個時候沒有 他是 欸 主席不好意思 這個實在是浪費我太多時間 議程是 他有兩家公司 我現在問的是議程營造 所以議程是沒有違背採購法 他有被判刑啊 我現在不懂欸 你們到底是發生什麼問題 連最簡單的被尋答詢 都可以出這麼大的狀況 你們台鐵到底是什麼回事 主席不好意思 這個回答我實在是沒有辦法 這樣浪費我四分鐘 你們現在是要拖我時間嗎 這確定是一年啊 跟委員報告 好 那沒關係 議程營造現在一百零三條是指說 如果按照一百零一條的第四款 現在目前違反這樣的情況 刊登之日起三年就是要 處分他不能夠再責標 那這件事情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個委員 跟委員報告啊 這很明顯 我們之間一年跟三年是還有一些要討論 但是我的資料裡面是一年 是絕對沒有錯 這是法規 好 沒關係 我不想要浪費這麼多的時間 跟你們揮這個東西 我想這個齁 麻煩交通部 台鐵局請 稅會後一定要來我辦公室報告 我覺得這個你們真的是 搞不好已經有狀況了 你們到底有沒有在看報紙啊 每天媒體在報導的東西 你們到底有沒有在了解 我覺得今天議程營造這個問題 其實我要講的就是很單純 到底為什麼這些有不良紀錄廠商 可以持續在得標 今天不管李逸祥是用逸祥工業社 還是議程營造 他已經很明顯有被判刑過 甚至有很多的不良紀錄 但是我們到底台鐵在評鑑 激合我們的承包商的時候 到底發生了什麼問題 我想這個才是我要質詢的重點 今天我們的法條都是很明確放在這裡 我並沒有去違反法條 我今天念給你聽啊 法條在上面啊 所以這真的是一個太誇張的答詢了 下一個問題我想請教一下 我們現在現行的這個政府採購法 電子採購網上面 其實我可以看到的是 歷史紀錄是完全看不到的 議程營造之前的這些歷史紀錄是看不到 但是像勞動部的話 其實違反勞動法令的事業單位查詢 是查詢的到 請問一下部長 為什麼我們的議程營造 在電子採購網上面 這個紀錄都沒有在啊 今天我們鐵路局在做這件事情 這個應該跟工程會有關 不管剛剛一年還三年 你回去查好再跟我說 好 這個應該跟工程會的 電子採購網 所以是 誰要負責要把這樣的職務 這要登領上去 工程會有在現場嗎 那答覆一下 對那可不可以速度快一點 我今天到底怎麼回事 大家午休完可不可以節奏快一點 好 如果是委員好 你好 如果有交通部鐵路局台鐵局有把議程這個時候判刑有罪送到我們工程會的申訴會那就會停權 一定要上網公告 所以現在判刑有罪了為什麼沒有公告 公報系統裡面可以 對啊 判刑有罪了為什麼沒有公告 這個要一定要送 要主辦機關要把它 停權 如果沒有做這個停權的動作 就不會有公告 所以是主辦機關 雖然議程也照有判刑 但是沒有停權 所以這也沒有廣告 所以這檢視有沒有判 主席對不起 對啦 要看看主辦機關 有沒有把它申報停權 有報停權 所以主辦機關有沒有申報停權 這個問題就要開始 如果有停權 那經過工程會的申訴會 判斷必須停權 那就會送政府採購公報 那政府採購公報是所有機關人民都看得到 所以現在問題是主辦機關為什麼沒有停權 判刑確定為什麼沒有停權 我們是沒有 我們沒有他 我們沒有他違約的這個 他整個 他有六個標案 但是都沒有任何的違約 而且都驗收完成 不是不是 我們現在在講的是他的判刑啊 剛剛他不是有講嗎 那個判刑絕對不是鐵路局的 所以 這不是鐵路局的案子 所以這個判決有罪的這個是誰的案子 我就問你最簡單嗎 這個都判決有罪啊 是誰的案子嗎 他這也是在做相關的防護工程啊 到底是怎麼回事 剛剛委員所提的是哪一個案的工程 是哪一個主辦機關 被查出製作不實施工日誌 我覺得可能那一排的媒體都還比你們清楚 現在到底我在問什麼 好沒關係時間關係這一題 我就想要主席對不起 真的我覺得他們的答詢真的是 太誇張太差勁了 我最後 對沒關係我最後再問一題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 我今天早上這麼早起來 就是希望能夠排隊來做質詢 結果我得到的答案 竟然是這樣哩哩啦 我覺得林部長你真的是 你也要好好檢討 我一直以來這幾天媒體一直問我說 林部長要下台 你會不會認同 你會不會贊同 我說林部長今天下台 並沒有解決這整個問題 現在看到的這整個都是問題 今天答詢 今天達成這個樣子 這不難道部長沒有責任嗎 其實我真的是覺得真的很痛心 我最後再問一個問題 謝謝主席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鐵路局 我們今天講到 看到您講說台鐵要公司化 您有提出一個七大面向的附案 這裡面包含了鐵路管理基金 包含了不裁員 想請教一下部長 你現在台鐵公司化這件事情 是不是還有在推動 因為這是之前的媒體報導 還有就是您對於鐵路管理基金 跟不裁員您的態度是什麼 我想高委員這個時間到了 請讓部長回答 我們是有在研議 雖然這個台鐵總體檢報告 並沒有那麼明確 那我自己認為的方向 就是要朝公司化 那這個部分當然也需要跟上級 包括府院以及工會 就是台鐵的員工 溝通 所以大概媒體陸陸續續有報這方面 那個是我自己在擔任部長的時候 我希望推動的組織改造的方向 那要配套 就是委員剛剛講到的一些 謝謝主席 那委員也抱歉 我會請他們改進 然後提供資料 那我也建議委員 以後如果有些些比較屬於 數字或什麼可以提早 讓我知道 我就早一點準備 以免浪費您的時間 對我覺得這些人 真的是質詢大學的太差勁了 謝謝主席 謝謝高鴻安委員發言 接下來請林德福委員發言 好謝謝主席 是不是請那個林部長 來請林部長 部長你好 我請教 因為這次太魯閣事件 事事的事件 那台鐵局應該要重新來檢視 就是有關於台鐵沿線 這個所有的工程 全面暫停施工 尤其他的防護網 防護作為 沒有達到標準前 絕對不能再復工 你的看法呢 對 我同意 有同意 要求 不是同意而已 再我請教 因為昨天 有交通部的官員回答說 他是便道是通道 這次發生事情 所以說不用駕為離 那你認為 你認為 他是通道是 這個便道 不用駕為離嗎 在所謂的 那不算工地嗎 便道 的認定 這是一個 那這個便道本身 並沒有這樣規定 但是如果他有 圍離 的這個 功能需要做 其實我們還是要以 功能導向 而不是說 他是屬於什麼便道 或者是 部長 我跟你講 該要求一定要強力要求 為什麼 因為今天事情 已經造成了 而且 讓大家 沒有辦法接受 就是說 因為 你很多那個 可以做行控 的一個 預防 就是 這個 建置一些行控預防 但是你們有做 問題是你當了兩年 所以說 現在 一共25處 到現在為止 今年底 這個 只能做 10處 明年 年底 才25處 全部都 才能夠做完 其實 這個是很重要 台灣號稱是 科技之島 但是 因為高鐵跟 台鐵 落差就是 高鐵 有這些 行控的 控制系統 包括 你像地震啊 氣象啊 還有 甚至於闖入的一些 第三類的問題等等 發出警告 然後 控制行 他馬上可以 給行控中心 給駕駛 包括地震 強風 豪雨 落石等等 都可以做事前的預防 但是 這一次 講實在話 短短 他七秒鐘 根本就沒有辦法去做因應 去應對 才造成這麼嚴重的一個 一個造勢車禍 非常的嚴重 那 部長 你的看法 是 未來要怎麼做 高鐵是一個可以參考的 模式 那 參考你們沒有做 因為高鐵 那個部長 我跟你講 高鐵 一年營運 所搭的人次 是六千多萬人次 台鐵 一年是兩億多 兩億多人次 這個落差 其實 同是一條命 你高鐵 什麼都做 它裡面的經費 什麼都溢注 那我看那個邊坡 的處理 一處才一千萬 二十五處才兩億五千萬 那你今天就是 再做個二十五處 你就是達到五十處 該做的 還是要做預警系統 為什麼 因為你看 前瞻建設計畫 八年 八千八百億都可以花 那區區幾億而已 你的軌道工程 一年有偏多少 結果這個錢沒有花 你沒有預警系統 沒有 起草去 杜絕還換 才造成今天這麼嚴重的問題 講實在話 我們現在 台灣 因為這一次 這個 太魯閣事件 發生 包括上一次 普悠馬 在整個 尤其我們這個 觀光旅遊方面 在國際上 講實在話 人家要來觀光旅遊 人家就會打問號 因為 這個只有落後的國家 才會像我們這個樣子 我們台灣號稱是科技之島 結果 上次的 這個 普悠馬 這一次的太魯閣 一次又一次 你看 上次18個人 這次 死了50個人 50個家庭 你看 那個多慘 社會 耗出多少的社會成本 部長 你身為部長 你有什麼想法 你告訴我 我跟委員報告 已經在做的 跟要做的 已經在做事實上 所謂的 不管是 我們講的這個安全防護 針對 平交道 或落實 或邊坡 這個有些已經在做 並不是還沒做 那25項 是針對 邊坡的部分 對啊問題是 另外我跟委員在提 高鐵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 三合一的 裂控的系統 我現在 也已經 有在推動 就是所謂的裂控4.0 那 這個標案也正在標 這個都不是以前規定要做的 因為現在的科技 如同委員講 甚至以後的5G 整個未來 用的通訊系統 是不需要用舊式的 包括這個數位 問題是 因為你喔 那個部長 因為你建制太慢 才造成今天喔 你看2018到現在 短短的那麼一點時間 齁 一次又一次 那蘇內閣啊 這個說 這個要超前部署 超前部署 甚至於邊坡智慧化的監測系統 都要做 但是今天做在哪裡 講實在話 喔 欸 50個家庭咧 多慘啊 對不對 今天將心比心 這些家庭要是我們的親人 你做何感想 齁 身為部長 你就是要解決問題 而且要超前部署 是 你高鐵 可以什麼都做 為什麼高鐵行 台鐵不行呢 政府一年花那麼多的預算 其實齁 你今天就是花五億也是微不足道啊 講實在話 就是花五億也就是微不足道 這個不是說幾億的問題啦 就是說 因為台鐵所面臨到的這一個 路線的環境非常複雜 1065公分 那你預計系統很重要啊 要 所以我們要擇 重點的 要趕快先做 那其他的方式怎麼樣 除了 除了監測 告警 防範 那我們現在要用系統方式 來做一個 列控系統的整合 所謂4.0 就是已經有這一個方案是可以做的 我是希望說 前面的案子是歸前面的案子 在執行上 因為齁在你部長任內啊 所以說我是希望你 這個是真正的很重要 預警系統 只要你有預警到 他那個駕駛馬上可以把它降速 馬上可以防止 一次這麼嚴重的一個 一個造勢 一個一個一個失事的事件 我希望你齁 這個應該該做的一定要做 齁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林德福委員發言 謝謝 謝謝部長 接下來邀請陳柏惟委委員發言 感謝主席邀請的部長 請林部長 部長 委員好 辛苦 1900半年開始 總管線全台灣通車 那個時候 以前南北的交通 由要滾軟 變成12點鐘的狗 到20000年的時候 隔壁來通車 代替總近100年的歷史 以及領先的地位 有多少萬英 慢慢來送 來設計領先的地位 其中幾項問題齁 第一就是我們第一基地的客運 包括公車巴士 包括到這個 奧特馬 起車來流行 所以大家不敢坐天氣 第二個部分 在會文 以及到這個 我們的街坊的幾位 譬如說我的選區 大都兩座 他如果坐火車到我們的 這個車頭之後 他沒有 蓋車沒有輸人的文庫 他沒辦法來 走去其他地方參觀 第三部分呢 就是我們的大公路主義 因為我們的隔壽公路 我們的隔壁頂頂 我們要出台 代替的文量 雖然我們一年要再文量 有一個客量齁 但是 實際上你去看區域的發展到分步 你就會發覺 包括通勤 學生 以外 很多人 把他變成是一種特色列車 我知道家庭部長這幾年很努力 但是我想要請教一下 來 下一項 你看喔 這道的巨鏡 下一項 這道的巨鏡 我這裡 每隔壁都有可能是原因嗎 每隔 假日運率太低 發動一票難求 發售戰票 退縮區佔人 有車載感測器 每隔壁都有可能 你認為他最重要的原因是怎樣 我想 就是基本上他的 就是 在假日的時候 他就是 運量不足 調度困難 所以使得才會產生 這樣子的一個 包括坐票 或包括一票難求 或包括一些 因為 相關的這些問題 你認為 這道的巨鏡 原因是因為 假日運率太低嗎 還是假日違規施工 另外 車子不夠 我們過去都是一些老舊的車輛 我跟委員提到 其實東部 一個很關鍵的決策 是當時 應該先做雙線化 不是說先做電氣化 這樣他的運量就會增加 第二個 當時買了傾斜式的列車 使得他的運量又受限制 只能夠八輛 那 這兩個問題導致 我們 事實上有 將近 這個十多年的時間 有一點 失去了這個先機 你剛才說三行多好 我上面都有 運率太低 違規施工 或者是列車編程過小 傾斜列車的決策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這沒有對一行更重要 每行都很重要 就是使得假日他因為輸運的 他的需求量很大 他供給不足才會篩 那就是才會戰票 每行都很重要 你現在這樣 真的有看過 怎麼有每行都在改善 個別的都有在做 但是都是因為就涉及到我們的 這一個速度嘛 因為都按照常態性的在做 因為政府的預算有限 當然會折藥 那這個判斷 到底符不符合實際的情況 但也值得檢視 所以 請說 好 那 整個為什麼我要主張環島的 這一個鐵路啊 為什麼不要只是從北到東 也可以從南到東 讓他可以整個分流 其實真正系統性的 是要從路網去處理 然後再來就是 包括他的這一個 所謂的分流 包括車種 的整合 這些其實在台鐵方面都有在推進 你這樣贏一下 你有感覺說我裡面有黑白色的嗎 這全都是問題 全都是問題 但是問題是這樣子 他呈現很多問題 可是 我們還是要抓出 對 你認為最重要的是最強 最重要的是哪一個 你說哪幾個要挑 你說哪幾個要挑 請再講 你就覺得最嚴重的是什麼 這都是問題嘛 我們第一 這都是問題嘛 就所有問題 只要一種一個 不發生 有可能今天這段事故就不會發生了 如果 你沒有時間 不停離斜坡 不固定 他可能這件事 不發生 他這裡全部都問題嘛 對不對 我跟委員講 如果就這一點來講 他 各自為政 就是 他沒有整合 那什麼 就是運工機店 他各自獨立 他沒有在一個 這一個區域去做整合 所以他在應變的時候 他就沒有辦法很快速反應 每個人都是問題 但沒有跟部門在做 所以包括有時間的問題 有政府的問題 有區域的問題 將時間也沒做完嘛 對不對 就安全了 這 我的體驗 就是說在末梢 他的各自為政 他沒有整合成一個區域的 一個 就是管理的中心 但是全部都有在改善 因為你要在 沒有政府在改善嘛 全部都有在改善 這個也是我們的改革方案之一 就是像運工機店要做整合 他可以直接在地反應 另外資訊平台 沒有資訊就我們沒有辦法做決策 你剛剛講的 所有的這一些安全防護啊 如果能夠把人車路跟資訊平台整合 這個就是所謂的ITS 智慧交通 這個在公路系統都可以做 那高鐵也有做一些 那我想在鐵路方面呢 我們也一樣可以讓台鐵朝這個方向來推動 基本上我就整合是一個問題啦 部長 全部都是問題 不跟黨員 都不跟問題問題 這麼多問題 你也覺得要改善 要改善 這裡沒有做完你就要走了嗎 那我這個 要承擔政治責任 你要怎麼交接 你要怎麼經一個好的人選來接你這裡的工作 你做黨員這裡的事情做不完 後來一個要怎麼做 這個不是我挑的問題 因為那不是我的職權嘛 我現在就是說 我已經請辭了 我要把這一些善後做好 包括這一次的整個災難的 這些 能夠把傷害降低 然後讓後續啊 能夠接手 部長 台區交通改極體負的困難 比樓台西頭路更重要 我希望你可以接對這些問題 提出你對經貸 鐵基路 包括軌道運輸 包括藝人圍本 的環境和分享 我知道這一次 你一天說不完 我希望你提供 完整的報告 分享給你們明知道 拜託 好 謝謝主席 請主席 邀請一下 林部長 代理局長 齊次長 齊代理局長 還有我們 這個運安會 楊主委 鐵道的負責人 李剛委員 鐵道局 好 部長 回到交通委員會 當然這次 我相信從早到現在 很多事情都已經講過了 大家在這裡 應該大家都一樣難過了 但現在的一個問題點是說 這出軌的一個事件 造成五十四 兩百多人這個傷 真的是非常重大的一個 交通的一個事故 那其實今天太多面向要講了 其實我只講一個部分 就是我真的很難相信 台鐵 離我們基本的對一個工地的期待 差距這麼遠 這是我的一個想法 我們在基層 做一個水溝鋪一條路 我覺得有一些 或是蓋一個社區活動中心 我們就相關的安全的意識 比這個都還高耶 今天早上整個報紙 說謝謝運安會 開個記者會 今天整個報紙 就譬如說破案了 大概是概念 說這個李玉翔 這個三大謊言 四大一點被戳破 我還聽到滿振奮 可是這個振奮 讓我覺得很難過的一點 台鐵在這裡面扮演什麼角色 事情發生到現在幾天 救災優先 但就台鐵的部分 今天大家談了很多啊 所有的照片檢察官 包括你們所提供的資料 幾乎沒有台鐵的角色你知道嗎 民眾提供照片 民眾提供影片 公路總局 公路總局 在這個審道上面的鏡頭 包括出示的 這條這個太魯格號上面的一個鏡頭 所有人一堆拼湊完了 居然沒有聽到 我們台鐵公司 但是主要你這邊有什麼鏡頭 連查都查不到 當天 這個部長 坦白講 有一陣這件事你要付啦 但是很多的細節 我也相信你並不知道 但是你覺得我們所謂 原本的山館變成山部館 很多人沒辦法接受 原本這個工地你說停工 它現在的狀態 因為它上面一層 有聯合大地來設計監照 一層安心 第二層 它有PCM公司 中眼工程顧問 來做control 第三層 有花蓮公務段 來做一個 按理說 有三層安全的buffer 結果居然 現場有沒有開工 你們第一時間台鐵 包括可能是齊市長 你們還有另外一位市長講的 說當天工地是停工 你們是停工 但是 當天第一天 這個工頭說 主任說 就他一個人巡視工地 怎麼會完全無能在第一時間可以回答 我覺得說 不知道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簡單來說 我覺得齁 好難想像 要用民眾所有的照片拼湊出來的 憑什麼 台鐵在怎麼這麼鬆散到這種地步 事前的預防 而且現在講的已經 對這個事情已經太慢了 但是事前預防 你的交為計劃 本來就有註冊點 他的到底誰來管制 他們停在那裡 他有很多的防災的一個計劃 包括你事前 要不要做防護的一個為例 事前有沒有什麼監視系統 你事前幾乎沒有能力吧 事中剛剛講 三個監督單位 也沒有人有能力到 事後查證 退而求其次 現場到底有沒有人上工 到底發生什麼事 台鐵居然無從查證 這是我覺得最不應該的 我在這裡我講真的 我講一個建議 我做中立市市長的時候 我發覺很嚴重 尤其你們台鐵 邊坡都地處遙遠 哪一個人會每天去巡查 其實不多 所以我當時五百萬以上的工程 就做了一個電子監工系統 就很簡單人到不了 我就一個工地就十萬塊 我那時候 中華電信了 掛八支鏡頭 就在這工地裡 如果你就花這十萬塊 你現場要去事後查證 怎麼會有問題 現場如果要監工 當天有沒有人在 都沒有問題 所以我在這裡真的建議你 現在對這些比較遙遠的工地 台鐵你真的先花小錢 做每一個工地的電子監工系統 你應該要去了解 開四個帳號給四個人 第一個施工單位的老闆 第二個監管設計監照的人 他不去他也可以看 第三個是你業務單位 你的花蓮公務段 每一天要有人看 第四個是主管 以前我手上都拿一個帳號 我拿這個帳號我自己從來不看 因為所有公務人員都知道 我手上有一個帳號 所以他每天看 我建議你這樣的去遙控 因為我也不知道 你們要回答什麼 最後我想在這裡 這個楊主委 跟李甘委員 剛剛我們林部長講 他可能不知道你會請辭 會不會準 我不知道 講了半天說 未來就靠裂控4.0 好像台鐵就 會不得了了 裂控4.0 經過你們那邊 來主委 你們兩位上 裂控4.0 到現在在全世界 到底是什麼系統 有沒有以前 發生這麼重大的危安事件 你現在要全部的系統 就仰賴 裂控4.0 來李甘委員 你是鐵道復神 裂控4.0 能不能取代 現在碰到的一些危險 你說 好像剛剛是所有的解藥在這裡 裂控4.0 到底是什麼東西 哪一國有用過 還是台灣 又要第一個來試 跟委員報告 那個 剛剛部長其實有提到 其實美國是叫PTC Positive Train Control 那我們台灣是叫TC4.0 就Train Control 4.0 但是就我了解 我們國內現在還只是一個 算是研究 就是 部長有提到我們跟 所以你研究計畫 而且還不是台鐵提出來的 是科會辦 人家去跟他 我不要講官說 去跟他建議 他覺得這東西不錯 拜託一下 已經死了這麼多的人命 不要再把新的系統 把它丟到全線上面 你真的要弄 去實驗那個貨車好不好 你先把貨車做實驗 我們現在最後一句話 現在的列控4.0 用多元化 不管是節約Wi-Fi 5G Wi-Fi 5G是會斷線的 然後你只有聯控 我再問了好幾次 當你偵測到 兩車接近的時候 有沒有聯動到油門或煞車 有的話 叫做列控控制 有沒有 李鋼委員 現在你們看的資料 到底有沒有控 目前看到資料是沒有控制 就是我們不可能馬上跳到去做控制 好我知道 所以這才剛開始的實驗品 我想 林務長 其實你很創新 很多東西都心裡要用 可是這個人命安全的問題 我真的覺得你真的要用這個系統 從小步實驗 現在只有通訊定位的功能 最多比手機高一級 然後還是要人看到 踩煞車 這個真的不是我們要的 我在這裡建議你們好好去研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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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魯明哲委員發言 接下來邀請賴慧委員 委員發言 謝謝 謝謝主席 邀請我們的林佳龍林部長 鐵道管理局代理局長 還有我們應安會那個楊主委 請楊主委 還有我們公共工程委員會副主委 請副主委 謝謝 部長 安全是回家最重要的一條路 部長加油 是 謝謝 你這件衣服我在電視上看了好幾回 是不是在花蓮那件衣服 對 都沒有換 比較方便 進出不同的場合 有些工地 就是 比較方便 部長 這幾天 我們看你一直守在花蓮 在現場 在第一線的一個搶救 其實 我們也知道就是 昨天你已經送出那個 書面的一個辭城 在這裡要請教一下 就是說我們的院長 那對你的辭城的態度是怎麼樣 就如院長那邊有發新聞稿 他當然肯定這個負責任的行為 希望說現在先把整個救災的工作做好 那還不是討論這個 就是辭職的 要決定的時間 那對我來講 當然我都尊重長官 不過我的 態度都是很一致的 就是我負責 負責是包括政治責任跟善後責任 那我需要一點時間 那趕快把這個災害控制下來 那後續 不管要復原 或要改革 那能夠有個好的開始 謝謝部長 我想這個台鐵50年的老店 就是他面臨到了很多很多的一個問題 其實不是一個部長下台 也不是一個局長下台 他可以來完全解決的 同樣就是說 都是一個鐵道的一個運輸交通 不管是台鐵還是高鐵 其實它的一個工地文化差別就很大 高鐵對於就是工地的一個管理 它相對的就是說 比起台鐵來 這個實在是高了太多太多了 可是台鐵對於這個工地上的一個管理 好像就是把這個工作丟給監管公司 就不管了 部長你怎麼看待這些事情 當然我們國家有制度 不管是在施工或是監造或設計的單位 那但是台鐵因為它很多都是委外 像我想以這一個在救災這個東西 有一些也是 就是包括一些單位 也是用契約或者是開口契約 或者是一個方式來處理 所以就變成說不是台鐵的員工 但事實上跟在執行的工作是跟台鐵有關 那這怎麼去做規範跟落實 所以部長你講得非常的清楚 規範跟落實是台鐵非常重要的一門 非常大的一個協問 我們換到第一張 這個我想也有委員請教過你 就是說在這個太魯閣號 這個要拉出來的時候 我們看到了這一張照片裡頭 其實這一個施工的員工 我們看到他也沒有安全帽 他也沒有反觀背心 甚至就是說因為這張照片 看不到他有沒有穿鞋子 他的所有的一個保護的器具 他的安全的繩索其實 遠遠都是不足的 那部長也點出來了 就是說基本上台鐵 他是各自為證的 其實很難就是說去橫向的 橫向的做一個調整 那不管是那個運工機店 這個資訊的平台橫向的一個連結 其實都出現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所以在這裡我想請教就是說 我們從台鐵公司 他盤點出來的七大面向 不管就是財務的負擔 還是你的勞工的權益 還是營運的一個管理 服務的一個提升 法制的一個環境 資產的一個活化 還有你投資獎勵的層面來講 這邊其實我想這個對台鐵 每一項都是需要去修正的 甚至我們在網路上看到了 就是說有七成的網友 支持台鐵公司化 台鐵公司化 其實剛才在一點半的時候 小英總統 他在民進黨的中常會 他也特別提出來 他支持改革 那問題就是說 在這改革的過程裡頭 其實台鐵 我們也知道交通部一直在努力 從普悠瑪事件的總體檢裡頭 144項 其實已經完成了109項了 可是部長 也許有一天 我不在這裡當立委了 你也不在這裡當部長了 可是我們都下台了 那這些台鐵人 其實他們都一直還存在 那我相信 大家都是還是很心細的 這些台鐵的一些重要的一個問題 所以你認不認為台鐵如果要徹底的改革的話 需要把它公司化嗎 這個是我在研究推動的方向 我跟委員提到就是說 所謂台鐵總體檢報告 就像我們一個人去做健檢一樣 去發現問題嘛 對 然後再來就要解決的時候 就是到底要怎麼醫治 還是讓他改變飲食習慣等等 這個就涉及到 每一個人的 面對到的 是部長 我想台鐵的一個公司化 需要就是台鐵公會的一個支持 在這裡你有沒有辦法就是說 支持不會裁員 也不會影響現有的員工的一個權利 有沒有辦法這樣子的一個承諾 我相信你是一個非常好 也願意創新的一個部長 你所有走過的路 必留下痕跡 在交通部裡頭 還是在台鐵公司裡頭 有沒有辦法這樣做呢 有 事實上我跟工會都有很好的溝通 那我們不要舉例在名詞 就實質內容剛剛委員講的 其實台鐵很多問題 不是台鐵自己造成的 包括它的政策性補貼 它導致的一些虧損 還有 有一些為 它在這個勞工權益上的保障 那 還有法的修改 我是說為什麼要政府一體啊 來幫台鐵找出一條路 而且能夠走出來 這個 不能夠只有台鐵來獨立完成 所以你剛剛講的那些啊 就是我們 有的 診斷之後要好的對策 然後再來就是全力支持的 包括 法律的修改 人力 財力 的到位 那未來 讓它的 建設跟營運是分開 是 這個有成功的例子 不管是我們看到的交通部所屬的 中華 郵政公司 一開始兩制 慢慢在整合 有個過渡期 這樣是保障員工權益 那 它的資產怎麼去活化利用 事實上 台鐵 是很有條件 可以營運得很好 另外一個模式就是我們像 台北的一個捷運局跟捷運公司 是 的分開 這也是一個成功的例子 所以我都在跟公會們溝通 那 他們在乎的是內容 就剛剛委員講的 是 那公司化 不是等於民營化 公司化也不單單只是企業化 公司有它基本的 一個治理的原則 但是我們在改革的過程 要給台鐵更大的支持 讓它可以過渡到 未來 我們改革的方案 好 謝謝部長 我想天佑台灣 我們也希望 你的人生的道路跟台鐵一樣 都是平安順遂的 未來會更好 謝謝 謝謝委員 跟那個 運安會 那個楊主委 還有就是 我們的 我們另外 另外就是我們的那個 副主委 那個 嚴重 嚴副主委 工程會 那個事後我再提一個 那個問題 請你們給我做書面的一個報告 謝謝 謝謝 謝謝賴會員 委員發言 接下來邀請李貴銘委員發言 好 謝謝主席 我們麻煩請部長 請您部長 部長辛苦了 不會應該的 今天回娘家 有沒有覺得很溫馨啊 因為我看 這個委員們對你都 這個 很溫馨欸 這個感覺很溫暖 因為 我覺得大家都想讓 就是 這次的 災難悲劇 能夠 查清真相 然後能夠 讓這些 死傷的 跟他的家屬 能夠 就是 得到最好的幫助 是 那也希望台鐵能夠改革 走出一條路 我覺得這個 整個讓我感受到 我真的非常的感恩 好 謝謝 那我要請教 就是說民間關心的議題 我們還是必須要問嘛 是 就是說 這一次的事故呢 不知道部長 您是在什麼時間 通知院長跟總統的 發生的時候 你就立即通知 院長跟總統嗎 還是沒有通知他們 有 我們都有一個通報系統 發了多久的時間來通知院長 我們在第一時間就 府院跟部都 我們有一個群組 像這種災害 事故發生的時候 立即通報 立即通報 事故發生立即通報 還有相關的 警察的單位 謝謝 因為民間有個疑慮說 為什麼 這個 到目前為止啊 當然總統也有到現場去嘛 但是我們沒看到這個 院長 有任何的這個 出面 就表示對這個事情的關懷啦 所以這個 我們本來民間就會覺得說 奇怪是說 您月籍 通報 總統 然後對於院長那個部分 不予理會還是不是啦 但是 聽起來沒有 像我 他們一開始就準備直升機 那我就讓我的 這一個 其 市長跟 便案會去 我只是讓你有個機會 釐清民間的疑慮啦 是 那這個不是我的重點 我的重點想要請教的就是說 台鐵的改革啊 其實喊了很久 它並不是第一天 您剛剛講到一個回答別的委員的問題 我覺得回答得很好 一定要有檢討 有改革 有改進 它才會進步嘛 對不對 可是如果這個台鐵的改革呢 它是始終 知道 這個病症 您剛剛舉例的 到醫院去檢查 知道病症之後 但是你就是 不治療 它有沒有能不能夠改進 它還是不能夠嘛 所以要請教 部長就是說 這個改革 台鐵的改革 之所以改革不成呢 是 誰的問題 到底是上層的主力呢 然後這個 代理的台鐵的這個局長 這麼久的一個期間 它沒有辦法真正派任 是您沒有請求上面派任呢 還是是上面不准 先就第一個議題啦 台鐵改革是一個組織改造 都是高難度的 因為組織有它既有的慣性 甚至它的一個厲害嘛 所以 但部長 容我這個打岔的原因喔 民間 不在乎 你的組織的改造 因為組織的改造 牽涉到 你今天要用有限公司 還是要用股份有限公司 要民營化還是要怎麼樣 民間在乎的是說 你的台鐵不改革 民間改 想要知道的是說 你改了之後 人民回家 有一條安全的路 我跟委員舉個例子齁 其實 最近台鐵發生的問題 都是在最基層的時候 它應變不及 或不足 那如果都是 運工機電都是到 整個四個系統 它過去是很 各自比較獨立 那你現在要把它變成一個 區域的管理中心 工會 或者是他們的同仁會覺得 是會增加負擔 那薪資有沒有相對的調整 這些我都要去處理 這個只是組織內部的 對 但部長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我會覺得 像斷軌啦 邊坡還有這次的問題 都在第一時間 怎麼樣讓它更快速的 有效的反應 對 但是部長你有沒有覺得 老百姓真的好可憐 今天我們折求 司機它要在四秒之內反應 可是呢 政府機關花了那麼久的時間呢 它都不改進 政府機關可以遙遙無期 但是呢民間你要求他說 你有沒有緊急煞車 我覺得這個真的對老百姓來講 很殘酷啦 那我要提到的一個呢 就是說 我 我再拜託你 你還是要回應一下 台鐵局長派不出來是誰的問題 台鐵要找到適合的人真的很不容易 我們希望他來 他不一定要來 民間很多人才耶 沒有他有公務員的身份 這個就是為什麼說公司化之後 我們有一些用人的彈性 就像高鐵 我們現在在希望高鐵的時候 他一開始是民營化嘛 民營為主 那當然現在 我待會會讓你有時間啦 因為我有很多的問題 好 是 我要請問一下 村陸公司啊 公關公司啊 公關公司 這個您知道還是需要台鐵 代局長上來 這個我知道 你知道太好了 因為我們知道村陸呢 他在 你可不可以讓我知道一下 他這個 他是在做你的危機處理嘛 對不對 不是 所以在 好 沒關係 危機處理 不可能委外去處理 沒關係 好 那他村陸呢 從我們這個事故發生 4月2號到現在為止 他給了你什麼建議 我沒有跟他有任何聯繫 好 那代局長有沒有 代局長上來 一下 請不要拖延時間 因為你走路的時間 我沒看到上面在停 好不好 是 村陸公司從4月2號到目前為止 給了你什麼建議 沒有 完全是零 對 因為我當天就到現場了 所以他的 好 但是村陸公司呢 你的這個對於 他平常給你的這個 工作的範圍 他的執行的內容 你是知道還是不知道 我不清楚 你完全不清楚 那你可不可以在會後的時候 有你 現在現場有人嗎 現場的人就拜託上來講一下 村陸公司從事故到現在為止做 你給了他這個標案嘛 不是嗎 也花了很多的錢嘛 不是嗎 那個很遲緩的上台喔 並不能夠解決問題啦 我沒有給他標案來處理這個案子 沒有 是吧 好 那沒關係喔 我會提供資料給你看喔 好不好 等一下 那個部長 請容我講一下 您剛才的回答 為什麼 從工程的專業上面來講 他是有問題的 但我不是苛責你 因為這個 你本來就不是工程專業嘛 你要知道那個邊坡工程 你知道真正的工程的情形呢 進出工地啊 他都是有紀錄的 你連停車停在哪 工地的哪個位置上面 他都是有排位子 不是說你想要停哪裡 就停哪裡 今天這個事情的發生 我覺得50條人命 真的 台灣人民的 這個生命 健康 我覺得這是 作為一個 不管是行政團隊也好 或者本院的委員也好 我覺得都一樣 我們感到痛心 我們不是只有責備 行政單位沒有把事情做好 我們同樣責備自己 我們自己沒有做好監督的責任 所以 部長 我最後一個問題 您被甩鍋 讓您負這個下台的責任 院長不用負責 這樣你心裡的感觸 是怎麼樣 我對我的良心跟社會負責 那我就是跟時間賽跑 我一定要對這一次的事故 我能夠減少他的傷害 然後給未來接放的人 這件事故已經發生了 有一個可以做得更好 好 謝謝部長 謝謝 謝謝李貴平委員發言 接下來邀請萬梅林委員發言 好 謝謝主席 我們有請一下林佳龍部長 請林部長 曾經在你的臉書上看到你寫了這麼一句話說 我先是一個人然後才是交通部長 前面有很多感觸後面有很多的感想 有這句話你還記得吧 記得 對 這句話無非你想要描述說 其實你還是一個有溫度 你還是一個有同理心的人 應該是這樣吧 就是真的是設身處地 將心比心 好 但是部長我告訴你 其實站在這一次 罹難的或者是受傷的 這個人或者是家屬 他們的立場 他不care你到底是不是先是一個人 還是不是一個部長 他比較care的是 他是為人妻 為人母 他是這個人家的妻兒 是人家的父母 他可能失去了 他的最親的至親 所以他不care你 你到底是先是一個人 還是先是一個部長 他care的是這件事情 到底怎麼發生的 這件事情後面善後是怎麼樣 他們往後又應該怎麼走 這才是他們在意的 真的沒有太多人care你的感覺 所以我想 同理性當然是非常重要 是必備的 不過這一次 50個家庭是破碎了 然後有這麼多的人 受了傷以後 還有心理的創傷 我覺得他們這一輩子 可能向前走都有很多的困難 那剛才你有特別在講 我們委員問您說 今天回娘家的感受如何 你覺得很溫暖 其實我聽了我覺得很諷刺 你真的覺得很溫暖 大家給你這麼多溫暖 你在這裡取得溫暖 你在臉書網路上面也取得了不少的溫暖 可是你知道嗎 有多少人的心在扛血 有多少人的心是冷的 不但是這些罹難者的家屬 不但是這些受傷的人的本身 還有全國同胞在看這件事情 有多少人的心是冷的 誰給了他溫暖 所以部長 這件事情啊 我想喔 我們不管是在事前的處理都是不夠的 在這件事發生之前 其實給了你很多的時間 讓你去做很多的準備工作 但我們是沒有做好的 我們的監督工作做的是不夠的 在這件事情之後 也許你說 就這麼短短幾天 但是這短短幾天 在這些人 他們經歷過之後 他們可能覺得是一個世紀之長 所以我想喔 責任是一定要負的 我們在先前的救災 不管是我們看到很多醫護人員 很多的志工 很多的第一線救災的人員 很多關心的人 其實那真的是讓大家非常感動 沒有這個報酬 那不求回報 大家第一線趕快下去做 那當然你交通部 這更是責無旁貸喔 那除了責無旁貸 要把這個善後工作做好之外 更重要的是我們就要來談責任 那今天早上也聽到您說 除了前天的口頭請辭 那麼也已經正式提出書面的請辭了 是嗎 是 有得到餵流嗎 我是因為喔 因為我昨天還在花蓮 我是請同仁把那個書面的辭成 拿來給我簽 那所以才又送到行政院 那送出去以後有得到餵流的聲音嗎 目前沒有 目前沒有人餵流你 那這樣這個辭職什麼時候開始生效 當然我 我已經送出了嘛 那就長官來決定 那如果需要我再說明 那既然你把他送出去 那你自己期待什麼時候可以生效 那交給更適合的人 你會送出這個書面的這個辭成 可見你有經過深思熟慮嗎 當然我第一時間就是這樣決定 只是我因為在現場 我沒有辦法回到台北 所以 部長有沒有比你更適合的人 可以馬上來接你這個位置 可以把善後工作做得更好 這個由長官來決定 您自己覺得有沒有 會不會有更適合的您 比你更有這方面的專業 不管是在交通的專業 善後的專業 或者是說整個重整 各部會的專業 有沒有人比你會做得更好 你覺得想不想把它交出去 給更好的人來做 我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因為這個是長官的 他的這個認命 我們來談所謂的長官行政院 今天我們有提到 早上很多委員在問到說 我們今天台北局長選缺已經三個月了 那在這過程當中 你也有提出來說 你有提出了人選 也提出了一個名字有人選 提了三四次對不對 有幾個適合的人選 那你向誰提出來 你向誰提出來這個人選 當然是跟院長討論 因為說實在 我們要有幾個可能要 所以院長否定了你提的人選是嗎 這還在這次討論中 不是喔 蘇聯黨是說 他說這個都是交通部的考量 很清楚喔 他有提到這是交通部的考量喔 然後在1月15號的時候 其實你們一起商議這件事喔 然後這個 根據這個行政院的發言 也有說到說 這個是交通部考量 近期鐵道相關單位 會有人事的調整 所以大家商議說 為了要穩定的穩定順用 先用代理對不對 所以喔我想喔 您剛剛說到說 辭成是這個長官的考量喔 那可是我們看到喔 光一個這麼重要的台鐵的局長啦 你提出名單 你說這個要長官考量 長官說你交通部的考量 我覺得甩鍋甩太兇了啦 好 那今天您又說 留下來 聽起來喔 你不管口頭辭成還是書面辭成 留下來都要做善後嘛 我就問你一件善後就好 一件 我就問這一件 你在普通馬事件的時候啊 有18個人不幸罹難喔 那當時喔 台鐵也提了很多很多就是說 這個 不同的這個賠償和解的數字喔 那最後 你有出面來斡旋說 大概是1570萬嘛 對不對 這數字對不對 對 好 那這次泰魯克號的事件 有50個人罹難 那請教一下喔 你要留下來善後 去本席了解 這次呢台鐵提出來的就是說 要你 每個人是540萬 比上一次那時候第一次提出來的 1075萬還要低 那你現在 說 要留下來善後 我本席就問你這件事情 我們這一次 在這個 罹難的這個 這個 和解賠償金額 你打算用多少錢 多少金額 因為這次不是用和解啦 如果說 這一個 受難者家屬 有這樣的 和解的意願 我們當然也可以談喔 最主要是說 因為現在還在調查 要釐清責任 很好 那就 我們交通部台鐵局 可以有的 我們把項目弄出來 是540萬 開始 不是說是這樣子 那我個人的態度喔 我會極力替他們爭取 那 在法 法律上 我們涉及的責任 以及我們行政上 可以怎麼樣去 能夠把這一個 賠償跟 補償 能夠 爭取到最多 那 我的目標當然是 希望 那 我上次在 處理普悠瑪 事故的時候 的這個數字 喔 能夠對 這些 啊 就是 啊 這些 死傷的人 個家屬等 喔 的一個 目標啦 但是 因為這也涉及到後面 調查的結果 責任的歸屬 以及造勢者 喔 他本身也有一些 法律跟賠償的責任 那我在這個街道 還不能夠講到 這個樣子是 好 我想這個時間有限 最後北齊只跟你說一句話喔 我想 責任的歸屬的這件事情喔 不管今天台鐵也好 交通部也好 我認為喔 都不應該卸責 不是說今天工程委外 我們就一點責任都沒有了 今天從地方到中央 很多公務部門都是這樣 文外發報以後 似乎我們就沒有任何的責任 我希望交通部 台鐵 相關單位一定要把這個責任 肩負起來 我跟委員說明一下 我們一個法治國家 有法律責任 行政責任 有政治責任嘛 所以在法律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要嚴謹一點 因為說實在是公務員喔 我們的同仁 就想要負 一定要負幾責任 這個是無庸置疑 但負什麼責任到什麼程度 我們也是要配合 包括司法 還有這個相關的行政調查 部長最後一句話喔 我認為喔 每一個政治人物 他都有下台的時候 但是下台的身影要漂亮 謝謝 謝謝 謝謝萬美林委員發言 接下來邀請林憶華委員發言 主席好我們請林部長 請林部長 部長好 相信因為我們光看電視 我都覺得已經很難過了 所以我們也相信您的心情喔 一定是會需要很長一段時間 大概才能夠平復 可是我們還是要提一下政治責任 但因為您本身 我們說部會首長可能會下台嘛 可是你有一個身份是不會下台 叫做政治學博士 請問一下以你來講喔 你這次當然就是 是站在要未負責 就剛剛講法律責任 行政責任 因為五年 台鐵四起 我不要講其他 光台鐵四起 死了七十個人 四百四十一人受傷 所以你認為 行政院長有沒有他應該要負的政治責任 我就說啦 因為蔡英文總統不能下台嘛 政治責任能夠負的就是政務官而已啊 所以你的部分是負這次的太魯閣事件 但是對台鐵五年來有七十個人 就因為這樣走掉 不需要有人負更大的政治責任嗎 你是一個政治學博士 你認為這是不是應該要有的政治責任的態度呢 我只能代表我發言 那我希望任何責任都就事論事 我就是論事啊 那我是說這件事情來講 其實還是跟普悠瑪不太一樣 因為他是被列車被撞嘛 跟普悠瑪自己駕駛 因為整個操作的問題 這個是所有那個是叫非救事情 可是政治責任就是因為有那麼多人死亡嘛 就像過去到現在 很多也不一定 我們還說這還是人禍咧 還是人禍 以前可能不一定是人禍 就都要下台啦 就是因為有那麼多人死亡 就必須要負起政治責任啊 這不是就是我們政治學裡面 基本應該要看到政治用的風骨嗎 好你有風骨 雖然你現在在這兒 但我聽到你說你要負起政治責任 但我期待要聽到是 需要更大的人要負起政治責任 因為我剛剛講五年七十條人民 七十條人民 我覺得我們都應該很謙卑很同理的來 看這些家庭對它的影響 還有我想要問的就是 到底台鐵的總體檢報告 後來是由交通部公布的對不對 是你們上網的嗎 交通部有公布 當時在你還沒有上任之前 普洋馬事件事故發生之後 就張錦森政委在負責 沒有錯吧 組了一個體檢委員會啊 是在行政院層級 那個是行政院層級 是啊 行政院層級完做了一個 總體檢報告嘛 那請問一下 為什麼後來是由交通部來公告 照理來說由行政院主導的 一個總體檢報告 當然行政院要核定啊 請問一下到底有沒有核定 行政院已經有解釋 它這個是用就是 用什麼方法 我也當過公務人員啊 所以你要說要能說服 我當過公務人員的人啊 公務人員很簡單啊 都要留下公文資料啊 要上籤啊 一個報告總體檢報出來 不用上籤騙誰啊 行政院內部應該是有這個作業啦 因為這是在院 有沒有核定喔 有沒有核定 行政院就對外解釋 並沒有用核定的方式 公文就是有 有沒有如你或是怎麼被查也都好嘛 這就是核定嘛 再怎麼樣也被查嘛 不是嗎 所以請問一下行政院到底有沒有通知交通部 這個總體檢報告 有經過行政院層級的核定 然後請交通部 可能你這是一個主辦單位嘛 因為台鐵有你們負責 但可能有一些跨部 你可能是一個承辦機關嘛 可能會有跨部會的事務等等 或是要去推動的事項 因為你是承辦的部會啊 但是整體來說 這個總體檢報告 到底行政院有沒有告訴你 約公文來告訴你 行政院已經核定了 請你照著這些指標去做後續的改革有沒有 他不是用核定的方式 但秘書長有發函 要什麼口頭嗎 秘書長有發函給交通部 就是我們相關的這些事項辦理 那我交通部有幾個 另外我自己多做的決定 啟動行政責任調查 支持成立運販會 另外我們決定把這一個總體檢 公佈在我們交通的網頁 而且列管 我想我們都是念 我們都是念政學領域 我要告訴你說 差在哪 光交通部自己做 跨部會是你推不動 所以我跟委員報告 所以你能夠做是交通部能夠做的 所以有些事情你不一定做得到 所以我還是要回來講 沒有錯有一些不怕不會 把這事情喔 是當然需要解僑 都說是事故 是意外 我覺得用這樣心態來檢討 我百分之兩百我不接受 因為中間看到 你所有的感覺要把關的機關都有 也有PCM什麼都有 就什麼都發揮不了功能啊 所以整個督導機制是什麼 還有喔 還有 你以整個這樣的方案來講 你所有有沒有 你的施工的風險評估什麼 完全的 你不知道說只在那邊施工 這邊不再發生事情 我聽很多的 很多的不會講 只要做到跟台鐵附近有關的工程 都特別小心 就沒想到我們自己交通部 自己台鐵做的工程 反而沒有去注意到 軌道是一個風險這麼大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千萬不要再說 完全只是一個意外 這樣的話我們不會擔心 我應該是沒有這樣講啦 我是說 就這一個個案來講 他生前我們因為規範不足 或者是沒有落實的都要加以檢討 最後我只問一個 請問一下那個群組是什麼群組 可以告訴我們嗎 來放下一張 什麼群組齁 欸 沒有那個 就是那時候那個LINE群組 說 要 帶風向 帶到呢 帶到呢是意外 我從來沒有去講說什麼求償 這跟你無關 這個是 這個是應該是不是台鐵裡面的群組 能不能請 代理局長回答一下 那是什麼群組 流到媒體上 第一時間點死那麼多人 所以還在帶風向 這事情我要求一定要追查 這麼沒有人性欸 沒有人性 請問一下那是什麼群組 可以告訴我們嗎 我不知道委員講是哪個 我們局內有一個 怎麼會不知道媒體都已經報導那麼多啦 局內另外有一個群組是 是 局內的資訊交換的 這個群組就寫著說 本案是本局工程程攬商工程車 照貨 好等等等等 然後就說 工地安全監造要負最大責任 建議責任導向監造 降低本局負貧 請問這是誰給的建議 誰給的建議 跟我原報告 我們有一個群組 叫做發源人的群組 那裡面有一個 也是群組裡面的人 他也沒有代表任何的意見 他就把他的想法講出來 所以覺得這是你們 自己鐵路局裡面的人還是 是我們剛剛講春露公司 還是其他來協助的 鐵路局內部的人 他把個人的想法講出來而已 我們也沒有去 你不能說這是個人想法喔 他是在幫鐵路局 在做相關在這事件上 你們要做怎麼樣的定位的處理喔 沒有沒有 所以我要求真的 我必說啦 這樣子喔 不要講什麼檢討 光低顯點 不是趕快去做搶災什麼 而是要去帶風向 我覺得這事情 我要求要有一個 我們要知道 而且我覺得這樣的人 抱歉我直說 又我不認識 我不知道是誰 這種人不能用 這種人怎麼可以用 沒有同理心耶 那林委員時間到了 因為後面還有很多委員要諮詢 所以這個麻煩把叫報給我們一下 謝謝林憶華委員發言 接下來邀請中嘉賓委員發言 請 喂 主席在場的委員先進 列席的政府機關首長官員 會場工作夥伴 媒體記者女士先生 有請林部長 還有法規會的邱直密 以及海鐵局的其代理局長 其次長 部長好 直密好 來 代理局長好 來 台鐵公司法 從風險管理開始 來 我先請教邱直密 求償跟理賠有什麼差別 求償是這一個 請求全人的請求 那理賠如果是有保險公司的介入 簡單講求償要等到司法判決 確定我才能向趙士德索賠 對不對 但是理賠呢 只要合乎保險契約規定 就能從保險公司獲得 是不是這樣 很好 我們來看一下 您 有一個新聞當中說 台鐵打算向東興營造及理想求償 4月5號 直密說 這是你說的喔 你們會去向求償 車廂 鐵軌的財務損失 物點的營業損失 還有台鐵給付的史上金額 這就是根據鐵路法的關係 那目前呢 台鐵計算後 打算跟他求償 8.24億元 其中包括車輛折舊大概4億多 還有其他路線設備損失 4月10號提出扣押 好像假扣要3點多億 是不是這樣子 是 好 OK 往下看 來 請問部長 請問局長好了 代理局長 泰魯閣一列車要多少錢 一列泰魯閣 我看報上寫6億吧 差不多吧 好 現在你們要跟他求償 2012年 不是第一次泰魯閣出事耶 有一個開沙子車的司機 在陽梅那個平交道被泰魯閣撞到了 造成我們不幸的駕駛員殉職 列車損壞 請問代理局長 當時的這個列車損壞 後來有沒有得到賠償 知不知道 不知道 我跟你講 來 2015年桃園地院判決 這個司機跟他的公司 要賠償台鐵2.1億 包括他的車體損壞 搶修等等 目前拿回多少的知道嗎 五年過去了 六年過去了 只拿到1600萬 請問這個時候 泰魯閣的那個列車的損失 誰支付 部長你知道嗎 泰魯閣那樣車就報銷了 誰支付 政府預算 納稅人的錢 各位 你們口袋都有出過 往下看 就在那一個2012年出的事故之後 有一個正大的封管 叫瘦瘦 他說以參考紐西蘭的鐵路控制 他說他們成立一個管理部門 內部的專責部門 跟外部諮詢來管理風險 使公司有效控制重大事故 造成了財務損失 他其中在2012就跟台鐵建議了一項 我沒有把它列出來 台鐵到現在還沒有做 代理局長你知道是哪一項嗎 你要不要猜猜看 你不知道 好我告訴你來 我們一般來講 要是我是買一輛車 我會保強制險 一定要保的 我會買車體險 加一丙來個四 然後呢 我還會加買第三人責任險 有一天我被人家造勢了 我車上的乘客 我有第三人責任險 有強制險 我的車子撞壞了 保險公司會賠給我 讓我去買一輛新的 然後保險公司 再去跟造勢者代位求償 是不是這樣 沒錯嘛 好答案來了 這次台鐵公司 這個事件保了什麼險 乘客責任險 還有根據鐵路法第63條 國泰司機城堡 每個上限是250萬 大概估計要給付1.5億 城南的工程 是因為台鐵發包的 不是 台鐵發包給東興營造 東興是藥保人 綜合工程險 根據契約的規定13條 他跟造風產物 保了體傷或死亡 2500最高 財損上限1000萬 請記住 一列泰魯閣造價超過6億 最後工程車 理想的有強制險 明台保險全部吸收 他說每個乘客200萬 大概要幾乎1億 請問一下 這次的巴結泰魯閣 還可以用嗎 告訴我哪一段可以用 這列列車6億元的損失 台鐵怎麼處理 台鐵怎麼處理 求證明書知道嗎 要求償嗎 有沒有包含在你們這求償範圍內 有沒有 我們所報告的那個求償 是像法院 我知道 我知道 你們沒有保險 保險公司沒有辦法理賠 往下看 來 部長要請教你了 假設說有個隕石掉下來 砸到了高鐵站 砸到了台鐵車站 砸到了北捷的車站 誰可以獲得理賠 你知道嗎 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嗎 不知道來告訴你答案 高鐵北捷跟台鐵的保險 高鐵保了公共責任險 機電設施險 車體的財務保險 旅客責任險 營業中的保險 北捷呢 他有這個 還有機電跟設施 他只保了火險 旅客責任險 台鐵只保了公共意外責任險 跟旅客責任險 簡單講 隕石如果砸到了這三個公司的車站 砸到了高鐵 全部賠 全部都會賠 砸到了北捷 要起火的燒回的才賠 沒有火燒的沒在賠 砸到了台鐵 抱歉 台鐵的損失 幾乎都沒賠 部長知道原因了沒有 這個教授在2012年 就建議台鐵 要趕快加強你們的這些財務險 營業險 但你去這樣 台鐵有做了嗎 從2011年到現在 往下看 有沒有 有沒有 沒有我告訴你參考一下高鐵 高鐵的全險 中藥營運資產 通通有天然因素 人為因素 設備異常 通通都保 營業中斷還保險 高鐵剛開始的時候 5000億的資產 保費超過2億元 經過這幾年的改善 保險公司給他收不到1億 你知道嗎 保險公司的監督 比我們這些國位還厲害啊 如果你沒有有效的能夠管理 風險有降低 保險公司會給你降保費嗎 所以 高鐵的保費降低 證明了什麼 高鐵是一個 營運上軌道 風險有管理 安全的公司 部長你同不同意 部長同不同意 他營運的 他是不是一個比較安全的公司 他不安全 會給他降保費嗎 你同不同意 他有沒有越來越安全 有沒有越來越安全 有嘛 有越來越安全 好我們看一下 所以 台鐵公司化 才能讓營運合理化 讓台鐵向股東負責 透過保險衡量營運的成效 透過財務保險來分擔風險 不是事後政府買單 不是納稅人買單 最後 主席站起來了 我要說的是說 請成立專責小組 加速台鐵的資產活化 他多少資產 他目前的不動產 廠房差不多有8242億 他的負債當中 政府權益不算 他的其他負債加起來 超過4千億 要怎麼辦 給你一個建議 還記不記得 我上次跟你問過 西部的光鮮廊道 政府花了20億座 用的是公路總局 跟高鐵的路廊 我不是建議在做東部的路廊嗎 東部的路廊可以用台鐵的 軌道 的土地 台鐵如果公私化 可以跟政府收錢 還可以收不少錢 目前台鐵的管線浪家用 就收了大概好幾千萬 你回去查一下 台鐵要公私化 要的資產活化 不要靠政府租錢 要靠自己的資產活化來賺錢 往下看最後的結論 所以請三件事情 第一 請交通部跟台鐵局 持續的經營台鐵的安全維護措施 加長運輸安全 部長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局長 請評估完善的保險規劃可行性 三個月內送到本委員會來報告 可以嗎 可以 最後我希望你們 一起跟院長報告 跟總統報告 請評估推動台鐵公私報的可行性 讓股東來監督台鐵營運 你覺得可不可以考慮 可以考慮嗎 這個是我們現在研議的方案 好 最後我這張圖送給台鐵 台鐵的風險管理 要完善的保險規劃 要能將風險移轉 保險公司來賠償 安全維護計畫 要加長運作安全 預警系統還有邊坡管理 還有要損害房主的演練 不要沒有人打電話去市警 我的詢問到此結束 謝謝各位 謝謝委員 好 謝謝中嘉賓委員發言 接下來邀請溫玉霞委員發言 主席好 我們有請部長 請您部長 部長好 委員好 部長今天大家都問了很多 那我這邊有幾個問題 我想請問一下部長 是 那個運安會的影像資料 調查出來沒有 運安會的影像資料 資料調查出來沒有 他們已經有交給檢 已經多久交給檢調單位 多久了 什麼時候交給檢調單位的 今天昨天前天哪一天交給檢調單位 前天就交出去了 所以 好 這個時間上還算可以 好 那我再請一下部長 是 請問部長 你今天有講了好幾次說 那個台鐵要改革 那台鐵要公司化對不對 那我想請問一下你上任以來 台鐵員工 你也跟他們開過幾次會 是 有沒有討論過幾次說 台鐵該如何改革 有沒有 改革的方案是在哪裡 有 那有什麼時候 你上任兩年了 改革方案在哪裡 我們可不可以 你開過幾次 我現在問到 你跟台鐵的員工 開過幾次會 因為你是想要改革嘛 對不對 那你改革 有沒有真的改革 開過幾次會 是什麼原因 開完會就不了了事了嗎 就沒事了嗎 不會 這個 這樣改革都沒有下文了嗎 有跟 不是說 我們改革的方案 當然有一些要跟 員工來溝通 有一部分還在研議中 兩年這樣還在研議喔 組織改造涉及 比如說修法 像這次鐵路法的修法 也感謝立法院 有委員來支持 另外呢 比如說他們財務改善 像今年 我們編了大概五億多 來這個 那個彌補啊 台鐵政策性補貼 有一些路線 然後另外像 員工的生活津貼 這個我們也有改革 讓他們比較可以 符合 一般的公務機關的標準 其他呢 也還有很多 的項目 所以我們不是說 開會叫什麼結果 開開都沒有下文 這樣不算 沒有結果 不是白開的啊 因為這裡面有些涉及到行政院 還有涉及到 立法院的職權 但是方向上 我們是有在這 在做這方面的設計 因為喔 部長你正在的時候 你也 你的施政理念 是非常的好 要給台鐵安全啊 要有效率啊 要有品質啊 要給綠色 這樣子的施政理念 我也想說 部長我們就兩年了啊 是不是 台鐵有更安全嗎 你對你的執行能力 打幾分 你的工作 這兩年的工作 你對自己打幾分 我 我想 不對自己打分數 我 我主要是說 安全 有很 不同層次的 我站在這裡 我們是要對自己有 有一個 我可以問更好嗎 更了解什麼嗎 對吧 大家對自己也有期許 是不是 因為現在 是一個 智慧交通的時代 要解決過去的問題 不是用過去的方法 所以怎麼用ITS 我們確實開了很多會 不管你要有什麼方法 你要有 讓台鐵有改進 第一個安全 第二個財務 第三個組織的改革 這三個都在進行中 那現在安全發生問題了 我們就是 就是 必須要把這個 發生的問題 來檢視我們之前 做得不夠 或不好的地方 那至於說 財務的改革 我們就發生問題 從這個來切入好了 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之前的普悠 發生問題的時候 我們是要如何如何改革 我們的部長還有 部長你上來的時候 你是怎麼如何改革 還有我們台鐵的局長 也是剛上任 他說是如何如何改革 那到最後呢 他一月份下 一月份的退休對不對 好 那他退休之後呢 這兩年過去 他做了什麼 我跟委員講 這兩年做什麼 這個大概有20項 我再提供委員長 比如ATP是上市普悠瑪出狀況 我們現在 我們的還跟 臺鐵還跟 包括中科院研究 那可以國產化 另外 比如說斷軌 我們就針對這個部分 資訊的 沒有辦法 整合 那就來改革 現在是沒有在這裡做 兩年已經退休了 他是一月份退休 沒錯 就是我們那個張正元 但是 讓人最會進去 你怎麼會進去做什麼 有什麼改革嗎 有做什麼改革嗎 有做什麼好的嗎 他當然 我知道委員的意思 但是 就像資產管理中心 副業營運中心 還有一些 涉及到勞資 團體協商 我告訴你 我最會記得 最會記得 他就開 八百八十四萬 來做一個 政績的宣 出訴 政績的宣導 八百八十四萬 用政府的錢 開八百八十四萬 來做一個政府的政績宣導 然後用 1450 拿1549萬 來標 標在混專 我們村路公司 做混專專業 台鐵已經在撩錢了 台鐵也沒有賺錢 不是 是怎麼在花這種錢 這這樣就對了 因為一個局長 他是不是要替台鐵想 他想方法讓台鐵真正的去賺錢 台鐵每天都在虧損 他虧損當中 他竟然拿這種錢 來做這個混專 來做什麼政績宣導 他的政績在哪裡 如果今天的政績有的話 今天就不會出這麼大的事 那不是 他那時候 不是有建議說 要AI系統嗎 AI自動通報系統 如果真的有做的話 如果有真的去宣導 去認真去執行的話 那麼今天 就不會有這麼大的問題產生 五十條人命 我們都還在努力的在救災的時候 台鐵的人 剛才剛才說 台鐵的人 竟然說甩鍋 把它轉 趕快轉移 轉移目標 台鐵到底這是什麼原因 這也沒有同理心 這實在想 前何以堪 對這五十個家庭 其實不止五十個 一個人 上升兩個家庭 在煩惱 那不是 老一邊 老一邊 兩家庭都在煩惱 其實不止五十個家庭 他們一直講五十個家庭 我說其實就不止五十個家庭 七八十個家庭都有了 一家謝謝 謝謝主席 台鐵要好好改善 真的 是 好謝謝 好謝謝 溫玉霞委員發言 接下來邀請楊瓊英委員發言 好 主席 本席想邀請部長 請林部長 跟 代理局長 請代理局長 部長 委員好 這幾天你也辛苦 那 心情一定不好過 因為全國都難過得不得了 但是我回顧 在去年9月23號的時候 在媒體上面 我看到你 你一個 一小段畫面 你說 這個 台鐵的品牌價值 展現在哪裡 你 當時你說的話 你說展現在哪裡 委員好 台鐵當然就是一個 他的品牌 當時你回答的是什麼 他的資產 或他的復業 當時你回答的是什麼 或他的營運 都是屬於這個 是 當時你回答的是什麼 我想那個 有他的脈絡跟 當時你回答的是便當上 當然台鐵的便當也非常nice 是便當上 但是我現在站在這裡 我要請問部長 如果說現在台鐵的品牌價值 要展現在哪裡 你現在的心理 我跟委員說 你認為應該展現在哪裡 安全 效率 品質跟綠色 好 你願意說一個安全 那我就是 我們繼續談 因為重中之重 就在安全 重中之重 如果說 安全是我們一直 進行的交通工作重心 因為我們看到 不管是台鐵 公路局 公路系統 因為事故不斷 大家非常辛苦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願意接受 部長你現在所回覆的 我們台鐵的品牌價值 是展現在安全之上 所以接下來本席要請問 我們這麼久沒有局長 那也據文 你也提了 你總共提了幾個人選 給院長 討論過了有幾位 有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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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幾位我們還沒有徵詢他 有幾位是有 不是你提出給院長的 他比較 你提出幾位給院長 你提出幾位給院長 我們有跟院在討論 幾位 有幾位 有提到的有好幾位 好幾位是幾位 因為是你提出的 因為這個人事的部分 幾位有什麼問題 你提出幾位表示你負責 因為坊間一直在問 為什麼我們台鐵公司這麼大 台鐵局這麼大 沒有局長 那請問 部長你認為你所提出的人選 適不適合來擔任我們台鐵局的局長 就是這個名單裡面 當然雙方面的意願 除了我們之外也要看對方 所以你會提出表示你認為是有的 好 所以那再請問 你既然提出你身為一個交通部長 為什麼你提出行政院都不支持 是你提出的人選有問題 還是行政院另有政治算計 請說明 他都是希望幫台鐵找一個最好的局長 所以就一直拖一直拖拖拖到現在 還沒有局長 這個也是一個行政上面的程序 就像我們 好 所以 接下來本席要再請問 我們他如果發生出軌事件的時候 行政院也要求要成立 這個台鐵總體檢的專案 那他是一個跨部會的小組 因為很多的工作必須要橫向來做 那請問 這個會議你參加過幾次 正式的會議是一次 那他們總會再過一次嗎 因為他 經過討論之後 我印象我1月14號上任 應該是第一個星期的時候 有一次類似總結的會議 所以總結的時候你才參加嗎 那你都認可這裡面嗎 因為前面是前一個內閣 那你都認可這裡面嗎 因為總結你願意參加 而且願意要公告啊 那你同意這樣的方向嗎 這個總體檢是很好的 當然是很好 本席是請問 你身為我們交通部長是台中之光啊 那你到底 你對於這樣總體檢的結果 你認不認同 總體檢的內容我認同 認同好 所以因此你們會在這個2019年的時候呢 這個 這個去公告 去公告這個內容 但是我們又看到 看到什麼呢 我們看到在110年4月份的時候 台鐵公開資訊所裡頭所列的 優先改善四項第九題 軌道沿線施工路段呢 除因加強施工相關安全措施外 應依軌道養護標準作業程序來施工 養護完成後 應要求現場負責人來確認 以確保行車營運的安全 那交通部 就在於109年的3月16號審查同意 那麼同時也解除列管 對不對 對不對 解除列管的意思就是 交由全責單位去持續辦理 對不對 解除列管了嘛 好 所以我們回來看 總體檢報告當中你剛才說你認可 那麼台鐵規劃呢 推動喔 推動邊坡全自動的這個偵測系統 以智慧監視 這個辨別危害主動制警 邊坡的智慧監控 對不對 總體檢報告是行政院層級的檢討報告 六年行車計畫是交通部便運算立法案同意 那它會有一些重疊 可是不代表說交通部只做這些事 好所以本席要請教 2020年底要完成這些建制系統 那請問 他們經營 完成了嗎 它的騎程是六年 然後因為它比如說水保的一些計畫 2020耶 或者是夜間我們現在不能 我們現在不能夠日間施工 因為有行車 你說不能日間施工 它今天這個事件就是發生在日間施工 沒有這不是那個部分 對不對 那為什麼大家不天荒害死了這麼多人命 這個確實是很 我想如果違法違規一定是要嚴查嚴辦 部長 我們感同身受 解除了列管 但是為什麼有人回不了家 列管就是回到它全責機關 它作為日常事務都要辦理 我們是一個法治國家 它有違法我們也是要嚴懲 那它的違規我們也是要嚴辦 李靖道成所以我們李靖在討論 好 接下來本席要請問 台鐵公司 剛才是由副局長來帶回答 本席覺得很難過 我們今天中華民國政府 一個台鐵公司 台鐵局 我要請問 你說的你們所謂的資訊群組 到底是誰 他可以如此的 建議責任導向監造 降低本局負貧 哪一位 台鐵局誰要回答 部長 你有沒有徹查哪一位 這麼多天了 台鐵局誰要回答告訴我們 你們誰有沒有認同是要 往這個方向去減少負貧 有沒有 部長你會嗎 因為我不了解這個事情 你不了解 我也沒有要求去求長 鐵路局長 我們在第一時間就是趕快救災 鐵路局長請說 鐵路局員工剛剛講的發言人 你們群組看到這樣子 你當為一個局長或你副局長在規管 誰在規管 你認同這樣方向嗎 局長請你告訴我 你認同這樣方向嗎 我不認同這樣方向 你不認同 副局長你認同嗎 這是他個人的一個發言 這是誰 竟然是在你發言人的重要的群組當中 關鍵人 心態是如此 可以嗎 那楊偉雄你時間到了 你剛才說你不認同嗎 對不對 不認同 部長 部長不認同 局長不認同 副局長不認同 副局長不認同 那到底容許誰這麼做 所以部長很難過 我們好好討論 最後一個議題 我請一句話 剛剛我們了解 我們火車整個碎掉了 我們給日本買人家是六列的部長 我們回到台灣是八列 怎麼會如此 重量要多33% 煞車要重新調整 全世界之冠 請查明清楚 為什麼會如此 安全在哪裡 所以部長 剛剛有談到 我們沒有保險 我是不是要求 我們很害怕 我們是要求 要求鐵路局應該要比照高鐵局 這樣子的去保險 部長你同不同意 我請他們去研究 同不同意 這個方向 這個方向同意 同意齁 我們一起加油好不好 謝謝 謝謝 楊琼瑩委員發言 接下來邀請 范芸委員發言 有請林部長 請林部長 請林部長 那個部長好 我想這件事情 真的是全民都很難過 其實我們也在媒體上看到您非常的自責跟難過 我今天跟您質詢的部分主要是 知道您講說 您很多次表達要負政治責任 那我也希望能夠 我想目前您可能是瞭解台鐵問題的 就是還蠻重要的一個關鍵人 想跟您就是說 大家比較想要找解方 我想民眾 希望看到的 不是只是哪個政治人物下台 而是希望 政府就是要承擔 然後真的可以給大家軌道的安全 那我作為一句說 協助民進黨 處理花蓮部分的澄清 也希望能夠 花東人有一個平安回家的一個一條路 所以想 就目前我看到的部分跟您請意 那當然我想現在包含民嘴 網路大家都在做柯南 那民眾對於這一次的這個造勢廠商有三大質疑 第一個就是 為什麼施工廠商沒有在邊坡設立圍欄及安全防護 第二個 台鐵有沒有仔細審查過廠商的施工防災計畫 第三個就是台鐵對發包工程 是不是有嚴格監督工程安全落實 我們如果從這三個疑問來看的話 我想會合理推出就是說 台鐵可能是現行工程專業不足 或者是如果人才充足的話 那就是組織有問題 那其實大家有講另外一個主題就是 組織改造的問題 那就是說 可是這幾天我們大家都講到這本台鐵總體檢報告 就是我的辦公室跟我 就是說我們印出來印之後 讀了之後 我認為它其實不是一本台鐵總體 總體檢報告 比較是普悠瑪事故的總檢討報告 那這部分據說我待會也想請問部長相關的問題 因為你如果看他仔細的內容有九章到結論 他的安全管理體系跟軌道系統 跟這次是最相關的安全管理體系跟軌道系統安全 你會發現這裡面所講的部分 包括環境偵測行車控制機電系統整合 就是說以安全管理體系並沒有處理這一次的工程發包跟監管之檢討 那如果我們再看這第四章 這這麼厚的這個軌道系統安全 其實處理的比較是整合防災跟檢測養護 這一次我們知道養護當然就是說有預算台鐵的問題 可是這一次遇到的是工程發包及監管之檢討 所以我認為如果我們以這一則來想台鐵的改變的話 可能是非常不足的 應該要有新的一本就是說總體檢報告 那以這一次這個台鐵花工段來看 我們仔細去看 就是他其實花工段這個發包案 數億的工程發包 段長只是一個專員科長成績 可是要負責數億的工程發包 而且我們看就是說 就是公務處鐵路特考來看的話 就是土建人力其實報道率平均是很低的 百分之六十 花東地區最嚴重 而且做了一段時間還會希望釣到別的地方 所以其實以台鐵目前的人力 真的是土建專業人力不足 那花工段特別的嚴重 那發包數億工程的只是一個科長成績的 那這部分都推到 那包含我們的台鐵工會理事長也認為 承包商的品質台鐵無法控管 事實上台鐵就是發包出去就不管了 那我認為這是一個今天我認為很重大的問題 那所以想請教部長的是 就是我們這個興建汰換工程的採購發包監管 是不是這是一個短期的解放 因為組織改造是比較長期的 是不是應該集中交給具專業的專門單位 就好像北捷高鐵 然後後來我們查了一下 南捷其實跟北捷的部分一樣 就是把營運跟工程能夠分擇處理 那這個部分就是不知道部長是不是認同 關於這個部分 營運跟工程分擇處理的部分 不然在現在的一個制度下 那當然還是要由台鐵自己來辦理發包 那怎麼樣去就是改善現在的一個發包的機制 這是一個 另外我們未來當然如果組織改造 假設比如說鐵道局 跟台鐵如果是比如說公司化 那它就可以形成 類似像北捷一樣 那樣的一個分工 那部長我想就是我們剛剛有聽到了 就是說公司化是一個大家組織改造的方向 待會我想跟您請教的 那可是公司化需要時間 所以我希望部長就是 是不是也把你的政治責任這個部分可以關切 就是說短期的部分 是不是能夠就能夠就目前台鐵的組織 或者相關的法規 我相信行政院會非常的配合 促成在我們真正整體組織改造 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 就先做到營運跟工程分擇處理 那關於公司化部分 我剛剛在聽您的質詢 聽到一點我非常的認同 您剛剛有講一句話 公司化不等於民營化 那這部分我也非常的同意 因為這兩天的討論 有混淆了這部分 我們看到德國荷蘭都是公司經營 但是它並不是私有化 那這兩天報紙講到的 英國是完全的民營 可是英國被認為 其實幾次撞車事件之後 會發現它連軌道的營運 軌道本身維護跟那個 車的營運的部分都私有化之後 有很大的問題 因為它基本上 就蠻沒有要符合就是說 公益跟軌道維持 就是一個就是會 虧損的工作 那這部分想請問部長 就是我們辦公室這邊看到的 鐵道的相關的專業的研究說 所謂的公司化有1到5 1基本上不叫公司化 就是國營駅 等於是我們台鐵的情況 2345這個部分 5就是最極端的 完全民有核股 然後我們看到的很有名的 德國的德鐵 其實是公股佔多數 那2的國營公司很有名的 就是歐洲的像發鐵 它比較像是我們中華電信的模式 那德國也非常的有名 非常準時的 它是像就是說公股佔多數 那日本是第4 就是民股佔多數 但有分它的路線 那部長您覺得1到5這個部分 1不看就是現狀 2到5這個部分 您有沒有思考過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適合 我們公司化的方向 我是覺得這都可以參考 但我舉一個具體例子 跟軌道有關的 像台北 台北過去也是興建跟營運一起 那隨著捷運越來越多要去營運 它要公司化 那但是還是要持續興建捷運 所以它有捷運局 所以如果用這個做參考 這是一個例子 那大家是可以接受的 那怎麼確保員工的權益 然後幫台鐵解決它歷史遺留的問題 包括一些虧損 尤其是政策是補貼造成的問題 然後讓這個過渡期間比較平順 所以我是覺得 只要我們方案拿出來 我相信台鐵人 他也會大家比較 就是很務實的來評估 所以現在用這個所謂企業化 公司化民營化或私有化 很多人會交錯 有程度的問題 不關委員也特別講到的 我們並不是說去走到 民營化跟私有化 我們現在的公司化 是要讓它的經營管理 真的是可以 組織治理模式的更新 它的公司治理可以很好 最後我也再提醒部長一點 歐盟在91年跟95年 多次明令它的會員國要 基礎設施跟營運分離 就是所謂的車路分離 最基本要做到會計帳分開 不過很可惜我們台鐵在國際化這個部分 並沒有跟上 我想這是這個公司化之外 需要詳細去討論的另外一個課題 好不好 請部長可以把您的經驗就是說 能夠讓未來的 我希望有一本新的台鐵總鐵報告可以給我們 簡單回應一下委員 這台鐵總體檢報告做基礎 我們可以滾動式的修正 比如說我們發生斷軌 就發現裡面有一些項目不足 我們就增加了 我印象應該有八項 然後邊坡走山 你會發現原來的台鐵 有一些總檢討裡面也沒有 那包括這一次的事故 其實都來回來 我們去重新檢視跟修正 那好 這檢討報告作為基礎 那怎麼去推動 那我講過 如果涉及到組織改造 必須強而有力的領導 以及跟這個 就是台鐵的員工 充分的溝通 這兩個都需要 部長我想你們已經做了 就是部分的改革 跟超過這本報告部分 那我想提醒的是 這本報告在組織的部分 比較強調是財務 可是我們如果看歐洲 日本跟各國的經驗 其實財務問題 並沒有這麼的簡單 還包含這個部分 那希望還能夠有一本 新的 就是說針對我們大家 全民希望的一個 安全的台鐵的一個軌道 能夠有一個新的報告 好嗎 我們來努力 謝謝 謝謝 謝謝部長 謝謝范雲委員的發言 接下來邀請陳交華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請部長 請林部長 還有運安會主委 還有鐵道局長 臺鐵鐵局其代理局長 胡局長 好 部長好 各位好 首先要請教那個運安會主委 針對昨天的記者會報告的就是有關那個工程車的翻落 然後為熄火 請問現在調查怎麼樣 那是等檢調調查完再做完整的報告是這樣嗎 是這樣 我們有20位的調查人員呢 在第一線 然後把工程車的整個結構 它上面的附屬設備 清點完畢之後 也了解到它有輔助的 這樣的一個攝影系統 我們了解 所以也知道它應該有兩個晶片 非常小的 Mini SIM card 我們了解之後呢 也跟現場 就在騎士長 他們整個作業的團隊 從 現在檢調在調查是不是 這樣 我們是跟檢調一起在作業 所以現在為什麼翻落 現在還不能回答 是不是這樣 有的東西大概不便回答 所以這些事情 因為檢調在處理 所以這些資訊 我們解讀完的晶片資料 就轉給檢調 大概什麼時候 才能夠讓國人清楚 這個部分的疑點 整個事故重建 我這邊完全可以掌控 都沒有問題 是 是 好 那謝謝 那部長 就是說 現在整個 包括勞動部 或者是衛福部 或者是我們相關的單位 都在針對這個事件做檢討 那現在就是說 包括交通部甚至台鐵 非常多的計畫 那計畫的這個執行的監理 請問部長 如果說我們從這一次的事件看到 就是說 包商或者是大大小小的計畫 你認為我們要怎麼樣做好監理呢 是鐵道局目前有做好他該做的監理嗎 還是我們整個台鐵自主管理出問題 因為整個預算經費 而且人力有所不足 部長你認為是 是不是這些問題 好 這個 要從 內外跟上下來看 如果台鐵內是有 運安處 那 既然設了有沒有去發揮功能 這是一個 第二個我們交通部 那這個運安處可以針對包商去做 這個計畫的執行的監理嗎 現在就是說有那麼多計畫 如果我們人力不足或者是鐵道局 他據本席知道就是 整個這個負責監理的人員 可能只有二十多個人 或者是全部才六十多個人 那大大小小的計畫到底誰在監理 那台鐵有這個人力做自主管理的監理嗎 那第二個就是鐵道局有就一些 鐵道的事項做監理 那準監理啦 第二個當然運安會有對一些事故 來做監理 那我要提到的就是說 整個監理所謂的這個制度 其實台鐵局他也是依照法令的規定啊 去委外 這是沒有問題 對啊但是委外 怎麼樣去有一個保險 就是說有一個我們講double check 不是說你給這個設計監照 跟施工的這個單位就好了 那今天有很多委員講過 我們等一下透過資訊 能夠掌控工地的現場 那我請問有相關的法規去定義 相關的單位其實 不只是只有交通 因為我們政府也是分工啦 我知道那我先挑一個點來問 譬如說我們要去監理這個包商的計畫 我們有定一個規範就是說要怎麼樣去落實這個監理嗎 有這個規範嗎 這個法規嗎 有嗎 這個就是有些是內控 有些是外控 對啊那現在就是說 內控可能人力不足所以出問題 對 或者是說經費不足 那本席會有一個疑點 譬如說我們台鐵的預算是不是被壓縮 就是去做前瞻的軌道的建設 非常多的軌道建設 所以我們本來該做管理的人力是 因為這樣的人力不足你覺得是嗎 開鐵的人力的 質量要再提升這個是一定要做 但是我在想說有一些可以用科技的方法 比如說我們很多工地啊 也有這種電子 這一個監控的系統 那也有我們扣過其他的方式 但是畢竟工地 我們委外之後還是要負責一定的責任 這個毋庸置疑 可是還是有其他的部會 勞動部也好 地方政府的勞檢 公共工程會 它相關的規範 那外面可能不太了解 如果只是靠過我們交通部 畢竟啊 我們還是屬於我們自己 就是系統而已 市長因為時間很有限 那你看喔 譬如說勞動部跟我們台鐵局 跟次長 跟台鐵局這個相關的這個開會 職安署 那他們做出的決議就是 要加強這個承染管理跟現場的巡視嘛 或者是利用一些GPS系統安全監督作業嘛 那本期剛剛問的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因為人力不足 所以我們在做外包的這些大大小小的計劃 我們也沒有辦法去監理 那內部的內機內控也沒有辦法做好監理嘛 那如果說我們的制度面是鐵道局應該來做監理 那鐵道局現在在忙著做軌道建設 所以這個問題我覺得本席認為還是一個根本要去檢討的問題啦 如果說我們現在每一個事故都說用事故來做這個檢討這個事故 那我們整個大的一個問題就是整個內機內控整個自主管理整個監理都沒有落實的話 我們可能還是會再發生類似的 因為管理的問題造成的這些傷害 那最後就是說因為前面各位委員也問了很多 那現在就是說最後針對有幾個問題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也提到過的 就是說相關的包商的這個承包監理 還是希望部長從源頭這邊還是要給大家一個比較具體的 未來怎麼落實自主管理 內機內控監理 好嗎 我們包括內部也重新去檢討 我們就是相關的監理機制 就是各個大大小小的計畫 以後未來如何落實監理 可以嗎 好 謝謝 好 謝謝陳佳華委員發言 接下來邀請蔣萬安委員發言 好 謝謝主席是不是請林部長 請林部長 好 部長 是 我也好 2018年我們發生普悠瑪不幸的事情 18死200多人傷 當時部長你也接任部長 然後就要面對台鐵相關的改革 好 那時候也提出來了台鐵總體檢報告 好 那我也看了這份報告 那這份報告當然列出很多項要改善的項目 然後也有列出優先順序 包括優先改善事項 一般改善事項 後續改善事項 那當然這當中我們發現關於軌道系統安全的部分 舉例來講 編播全自動監視預警系統 當時預警 就是要在2020年底去年底能夠全部建置完成 那請問部長為什麼沒有如期完成 跟委員講 這個是行政院陳吉啊 成立的這個總體檢的專案 那後來有個檢討的報告 那他提的騎乘並沒有針對預算 而是我們交通部另外有一個六年行車安全的計畫 那這個是六年期裡面根據我們的預算規模來執行 所以這是兩個就是不同的東西 那所以總體檢報告 等一下 部長我不太懂 行政院陳吉的報告 好 部長你一直說 編播全自動監視預警系統 這個監測預警系統 我們簡單來說 是 它就是當義務入侵的時候 有義務到隧道 經由監視系統做影像辨識 然後即刻發預警 訊息給列車 然後它可以即時反應 好 做一些處置 也許如果這個系統建置完成 今天就可能不會發生這樣的憾事 所以今天要問說 好 為什麼原本預期去年底要建置完成呢 沒有完成 那部長你的回答是說 這是鐵路行車安全改善六年計畫 104年到109年 當時就有規劃 那你同時把這個規劃 111年 好 那後來你展延 什麼時候展延的 這個應該之前就已經有 很早就展延了 好 即便你展延到111年 但是你在2018年發生普庸馬時候 2019年的報告 你一樣把它納入總體檢報告 你的期程一樣定在2020年底 那個是一個總檢討報告 它並不是一個變成一個 所以總檢討報告就是看著好玩 計畫的預算 你定了優先改善事項 一般改善事項 還有後續改善事項 你的優先改善事項是什麼 是攸關行車安全 要立即改善 立即延離改善行動方案 並訂定相關改善期程 你有訂期程啊 所以部長為什麼沒有建置完成 哪一個環節 你能不能說清楚 就是說 我們行政跟預算有個程序 你看如果是 這個就是 2019年 那才完成這個報告 它也必須反映在2020年的預算 那我們自己交通部內部 原來有一些計畫 包括六年行車安全計畫 這持續進行 我們會檢討 輕重緩急的項目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喉童啊 這個邊坡 走山 那我們會針對這個部分 會滾動的去檢討 調整 我們有實意啊 有關於邊坡 這一個 的計畫 就是 這在我們交通部裡面 至於說在行政院的層次 那 這是由他們 來決定 所以部長你是說行政院沒有做 行政院把一些項目交到交通部 那有些跟我們有關的 我們就整合到我們原來的計畫 所以邊坡監測預警系統 跟交通部有沒有關 跟交通部有沒有關 監測預警系統 有關嗎 有關 對 那請問交通部執行了嗎 我跟委員講 比如說 這一個行車安全的監控系統 有在做 有平交道的 有這一個 所謂邊坡的 有落實的 那 這個系統 比如縱華電信 它來開發 那怎麼樣能夠做到智慧化 這個大概就是後來 為什麼去修改 就是因為我們希望提高它的標準 而不是做原來設定的 那樣的標準而已 所以部長 你能不能告訴大家 原本預計就是去年底要完成 為什麼沒有完成 沒有預算 還是 這要跨部會 還是 這個是針對 他們評估挑選出來 比較可能重大 或比較有風險的地區 可是事實上要做的規模 可能不只這樣 那可是先前的六年計畫 的預算就是這樣 大概就是 我們在這裡做調節嘛 那至於說技術面 那委由 有辦法去設計這一個 這個 這個整個安全防護系統的 像在平交道 我們的設置 初步大概都有上路 可是邊坡地方很多 尤其是在很多 是偏遠的地區 那個範圍都很大 這個真的是要考量到 整個預算嘛 的使用 部長 當時發生普悠瑪事件 就是不願意再看到任何 不幸的事情發生 不需要再看到有任何 一條生命 造成喪失 比如說我跟你說明一下 所以才會有總體檢報告 你總體檢報告裡面 也把這一項 列為優先改善事項 也就是攸關人命 行車安全 你即刻要來改善 而且你定有期限 結果今天你告訴我說 你沒有辦法如期完成 你有各種理由 各種藉口 沒有問題 部長你可以講得天花亂墜 你可以說沒有預算 這只是六年計畫 沒有走一段別人 沒有關係 你可以任何理由 或是你們評價輕重緩急 但是這是你急迫要來改善 好 如果你們要如期完成 那今天 民眾 我看到總體檢報告 這是你交換部做出來 告訴大家 攸關人命行車安全 去年底就要完成 結果你現沒有完成 民眾敢搭台鐵嗎 我們政府的很多計畫 有行政程序 我想說 有些項目 他在執行之後 會做調整 那當然 發包的問題 今天民眾搭台鐵都會出問題 這個政府還有什麼事情 可以讓民眾信任 部長 是 同時這一項 你們也把它解除列管 你知道嗎 所謂解除列管 它就是 回到全責機關辦理 全責機關是誰 全責機關就是台鐵 有辦理嗎 來 請說 編坡防護工程 其實是 剛剛部長有提過 因為變更的水保計畫 就配合輸易 所以它是 有些delay 第二個就是 編坡的監控系統 因為它要 徵詢專家意見 然後去試辦成功 之後才核定它的 基本設計 所以它紀錄很延後 大致上 今年底 會完成10處 明年完成15處 市長 部長你們看一下 你們解除列管的 辦理情形是什麼 你們是說 已確保 已經確保有效執行 必為行車營運的安全 而且你們說 養護工作通車前必要檢查項目 已訂定相關SOP 現場負責人 一SOP規定檢查 你們有訂SOP嗎 應該是有 我想所謂的 布解除列管 就是希望舉自己來管 還是有管 你們有訂SOP嗎 我們已經把 邊坡防護工程 有訂SOP嗎 有有有 邊坡防護工程 或者是告警系統 市長把你們SOP提 今天就給我 是 好 最後你們關於組織改造 你們優先改善事項 馬上就好 優先改善事項 有一項 要成立跨部會的委員會 請問成立了嗎 這個是建議 那行政院 這不是建議啊 部長 這是你優先改善計畫 你說跨部會的什麼 來部長 你總體驗報告都沒看過嗎 不是 因為你講的 前後我不清楚你在講哪一個 組織改造 組織改造涉及到員額 涉及到他的財務 也涉及到修法 那當然是跨部會的 那這由行政院 他 好來部長 那個蔣委員時間到了 那部長他希望知道了解 好最後 台鐵局長期改革方向 經政策決定後 應成立跨部會推動委員會 成員包括交通部 國發會人事總處 主機總處等 協助推動轉型 這是優先改善事項 什麼是優先改善事項 攸關人命行車安全 即刻改善定有期限 這不是建議 部長 請問 請問你們 這些都是建議事項啦 140事項都是 優先改善事項 你們即刻要來做 而且定有期限 那請問部長成立了沒有 即便是建議 請問成立了沒有 提出總體檢報 部長不要再迴避問題 請問成立了沒有 你讓我把它講完 就是說 這一個建議 就由行政院 他在這個城市 他來決定後續怎麼辦理 那行政院也有對外解釋了 那在交通部的部分就是說 他交給我們的項目 我們本地職權辦理 所以到目前沒有成立嗎 應該是沒有如委員講的 所謂跨部會 但是行政院 不是我講 這是你的總體檢報告 說要成立跨部會 他是有依照他的分工 他有去開會 也有一些交辦 也有交辦 我們尊重行政院 部長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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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受不到你任何 這種你所謂的同理心 就事論事啦 你如果哪一件事還需要我跟你說明 我可以待會留下來 我會幫你 就是我們好好把它聚焦 在這一次事件 運安會 昨天也公布第一次的調查報告 不應該施工的期間 進去施工 工程車不應該停在斜坡的地方 停在這個地方 應該要架設相關護欄 維護安全措施 也沒有設置 今天交通部 你做再多總體檢報告 訂再完美的 SOP 再漂亮的限制規定 你沒有後續的執行監督 管考機制 這些都是形同俱文 都只是作文比賽 今天要找出這個問題啊 部長 好 那蔣委員時間超過很多了 很多人在現場等待 好謝謝 那謝謝部長的回答 謝謝 接下來邀請邱顯智委員發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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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rgical �� 好 謝謝 appreciate 請 這個殉職的司機 昨天看到那個運安會的 這個影像的時候 真的覺得非常難過 就是說這個根本沒辦法緩應 那盡力的煞車了 還是沒辦法阻止這樣的事情發生 那我現在想請教這個次長 就是因為你現在是代理局長 到底這個事情台鐵最早是 何時得知這個事故的發生 我大概在9點 還不到40左右就要通知 那我就立刻想辦法趕往現場 對 那是如何能夠知道的 怎麼通報的 我們有APP也有電話通知 有電話通知嗎 因為這看起來是有人去 這個去做這個乘客去打電話 等等之類的 那我想請教 因為我們現在在談的就是說 要如何來防止這樣的事情的發生 那如果說今天有一個義務入侵 那軌道基本上是一個封閉式的 所以像高鐵 他可能有軌道入侵的話 那他就可以去自動偵測 那自動偵測之後 也許他的行控中心 他就有辦法自動煞車 那我想請教次長跟部長就是說 現在如果有一個民眾 他發現了這個鐵道上面 譬如說有工程車 有義務的這個狀況 那通報的流程是怎麼樣 市長 他可能還是一般民眾 大概都會導到這個警察機關 導到警察機關嘛 那到最後多少時間 才能夠通報到 這一個司機員 這是重點嘛 15分鐘 還是10分鐘 還是說3分鐘 就可以通報到了 你了解我意思嗎 對 我想這種問題應該是 我們未來會增設的告警系統 也就是他有義務入侵 他即刻啟動 用所謂的短距離無線傳輸 送到車上 第一時間就讓17元 在800公尺之前 就可以掌握到這訊息 才來得及做反應 對 透過轉通知 所以 現在 現在看起來就是 好,有人話會拿嘛 打電話 對不對 不管用110、119這種方式 然後到服務中心 服務中心 再透過台鐵內部的鐵路電話 打到調度所 對不對 那打到調度所之後 他要有一個調度服務台嘛 那服務台裡面 這一個人去選擇 車次跟廣播 然後透過無線電 再打到司機員 這樣對嗎 這種緊急事件 按照這樣的通報 轉通報方式是不行 對啊,所以我就說 市長,你現在你就要想說 你要簡化你的流程嘛 齁 而且 到底要怎麼做 才能夠迅速 否則的話 你時間才藏到 那一個緊急事故發生 即便現在有人發現了 那有人發現之後 這些民眾說 有一個工程師 在我們的鐵軌上 那到底要怎麼處理 因為你像 高鐵的話 他可能自動行動工程 掃描到之後 他就自動 煞車了 根本就不用通知司機員嘛 那台鐵需要 去做這個動作 那到底要怎麼樣 來縮短這個流程 就是剛剛講的 要有一些 sensor在現場 有EU入侵 感應到之後 即刻就傳傳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嘛 有sensor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現在是說有人已經發現了 我們已經知道 有一個工程車在鐵軌上 我們要怎麼簡化這個流程 到這個司機員上 市長 市長 在自動偵測跟通知的系統 還沒建設之前 我們來做法 縮短這個通報 縮短這個通報流程嘛 那第二個 這個無線電 你稍後你是用無線電打出去嘛 那這無線電能不能確保說 他一定打得到這個司機員 這是重點 都可以 我們司機員 其實跟我們的 這個調路總所中間是 隨時是密切是有通訊 好 我跟你講齁 次長你看一下 這行政院台鐵總體檢 有局長每月都有召開會議嘛 所以你現在是代理局長 你應該也有召開嘛 好 那在過去建議事項裡面就有提到了 現行未有因電訊設備造成行車事故資料 為行車調度無線電話設備 故障統計表 有沒有 你說內有關車上台 手持機故障比率偏高 探究故障原因多為蓄電池老舊 以前就是這個狀況 那 2021年4月 現在喔 現在在公告耶 齁 第四點你有看到嗎 持續檢討更新玉林無線電設備 保障行車的這個安全啊 所以我現在要跟你說的就是說 到底有多少無線電 還有這樣的玉林的這個 要期待更新的這個問題 或者的話有人發現啊 有人發現你好不容易打到調路所 要打給司機員的時候 哇 你的無線電又出了問題那怎麼辦 跟委員報告喔 舊的無線電有這種問題 對 過世新的已經風發下去了 不是啦你現在4月你有看到嗎 你現在怕去公告耶 還有這樣的狀況耶 他說持續檢討更新玉林無線電設備 的問題啊 所以你要去確定說你的無線電是好的嘛 所以剛剛同仁講這個是舊資料 所以我們去更新新資料機下去了 對 就是太換掉現在這些問題 是 新的設備已經風發了 所以現在無線電並沒有這個要需要更新的問題了 是都已經這個 已經更新完成 已經更新完成了就對了 好 那你要確定說你的無線電 真的能夠去通到這個司機員手上嗎 我想未來我們用生命周期的方式計畫性來更新 好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在這個報告裡面也提到 你看 電訊維修人員的認證制度 也應該要去改進 否則的話你今天不知道說你的無線電有搬起來了 沒有搬起來嘛 那最後 最後一個啦 TCMS這個監測系統 這是 書記頭前的這塊廟嘛 問題現在沒辦法 傳送到調度所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問題要怎麼去解決 就是TCMS 他的這個書記頭前這塊 齁 那他的這個設備 他設備上面他就有說 基本上你要看一下他的狀況 然後調度所要去了解 那你看你的報告裡面也有寫啊 他沒辦法傳到調度所啊 那所以你的調度所沒辦法即時掌握 車輛運行的狀況 那你有沒有辦法去解決這個部分的問題 或者的話你還是不會知道說你的列車前面 對不對 這個各運選的資訊在這邊 那你要怎麼傳到裡面去 對啊 齁次長 現在已經在進行 目標是年底就可以改善完成 年底改善完成就對了 好 OK 好 謝謝邱嫻智委員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邱嫻智委員發言 接下來邀請吳立華委員發言 主席好 有請部長 請您部長 請您部長 今天我特別先第一張喔 用一個統計數字 來看一下 在這一次的事件當中 原住民的傷亡人數 死亡有7人 受傷51人 這個數字呢 對於我們來講太沉重 因為台灣原住民族全部加起來人口比例 不過是2點多 但是在這一次的事故傷亡中呢 佔了四分之一 所以我們感到非常的傷痛 那這個傷痛還來自幾個原因喔 第一個特別是這一次我們的車廁 這一班車廂 它叫做泰魯閣號 兩年多前的叫做普悠瑪號 泰魯閣是指泰魯閣族 普悠瑪 普悠瑪就是北南族 都是屬於我們花東的一個大族群 非常美麗的一個名字 可是在這當中呢 我們看到這一次的事故傷亡人數 比例非常的高 並且在我們的平日 雖然用了我們這個美麗的族群的名字 但是往往是買不到票 搭不上車 那這一次呢 有許多人搭上了這個死亡列車 大家開始在這個地方做檢討 在檢討的當中 當然有關於我們這個工地的公安的 違施的 違法的 這個部分呢 其實 現有的很多法令 跟契約 都載明的很清楚 我們認為 就是該罰就罰 該辦就辦 就是務必嚴格執行 就對了 可是呢 我們比較遺憾的就是 我們過去有很多的抱怨 其實再一次的 反應出來 我們這些抱怨是有理由的 例如什麼呢 我們看到我們的花東條例裡面 第十一條特別寫到 交通部應該要提高鐵路運輸的能量 及縮短行車的時間 並提升公路之安全性 及可惜性 但是我們看到什麼呢 這個花東基金啊 十年來砸了466億 可是前面第十一條所提到的 運輸能量 縮短行車時間 安全性可靠性 我們卻看到 這個466億呢 是拿去買車子 買車廂 那我們的返鄉車票呢 只有增加304張 也就是沒有看到 我們在意的問題被改善 那當然買車子也不是不好 但是我們買的車子 它就是速度快 可是速度快 它應該要去有所謂的一個 因應的配套措施 可是顯然 我們的優先序位沒有處理好 它的速度快 我們可以看一下過去的事故分析表 除了第一名 就是我們的車輛 台鐵的車輛常常故障之外 第二名就是外物入侵 外物入侵 可能是動物 可能是闖入平交道的車子 但是很奇怪 其實從13年前啊 最近這篇文章一直被轉載 因為13年前 就一直希望建議 能夠比照高鐵 北捷高捷 引進這個軌道 一體物入侵的警報系統 能夠即時的提出警訊到行控中心 對車子去做應變處理 可是這個地方我們很遺憾 我們是以科技立國 其實我們的科技能力 是達得到的 做得到的 但是我們竟然在台鐵的部分 我們還要仰賴我們的人力 仰賴我們的目視 這個讓我們覺得非常的不能接受 非常的傷心 那另外講到這個傾斜式的車廂 它的速度快 也沒有去因應它的車體特性 去強化我們的軌道 這個也是讓我們覺得很傷心的地方 因為我們一直看到日本的鐵道技術 軌道運輸 其實我們也做得到 但是我們似乎沒有把我們的精神 把我們的技術去放在我們的軌道運輸鐵道技術 這個也是讓我們覺得非常傷心的地方 那另外呢 我們也一直期待 能夠趕快去處理運輸量 那我們的雙軌化 這個部分我們也一直在期待 但是呢 好像也沒有把這個部分去把它列為我們的優先 反而是去處理電氣化 所以我想喔 種種的這一些原因 都讓我們覺得說 人家講天有不測風雲 人有旦夕或福 但是真的我們看到 我們還是有很多 本來可以去預防的 卻沒有預防到 所以在這個地方喔 我真的是最後就是特別的期待 希望說 我們還是要回應到 我們第十一條所講的 就是去回應我們的運輸量 我們的需求量 那讓我們住在花東的人 我們是為了花東的人 我們不是為了遊客 我們為了我們住在花東的人 我們是不是把他們當作 我們的家人我們的弟兄姊妹 我們痛定思痛 我們希望趕快一個月內 有一個精確的盤點 然後去設計各種的轉成 或接駁的一個機制 能夠快速的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最後 我也是要拜託部長 我們泰魯閣族人 悲難族人跳出來了 我們不希望這樣的一個 Puyuma事件 泰魯閣事件這樣的名詞 結果呢變成了事故的主詞跟形容詞 這個是對我們來講 是不能承受的 不能承受的 我們希望能夠證明 我們希望我們未來 我們不要看到這樣的紀錄 我們也希望我們的媒體報導 也能夠開始去注意這樣的問題好不好 是 好 那我大概就是做我意見的表述 那我也不特別的請部長來答覆 因為您答覆一天 也特別的辛苦 那給我一分鐘我來答覆一下 可以啦 謝謝 因為東部的這個交通真的 在平權上面確實啊 我們很多努力的空間 那過去有一些政策 包括車輛的採購 或先電氣化後雙軌化 那等等確實也影響了我們 改善這個運能啊 的一個時機 那我想基本上 感謝也是立法院的支持啦 我們現在從人車路跟資訊四個方面來看 人我們有補 兩千八百多人 那怎麼讓他能夠 就是說到位 包括這些老舊 新舊經驗的傳承 那再來就是車輛 剛剛講採購 尤其成績列車如果來的話 他也 也不是什麼請節式 但他的運量就是很大 成績是一列是十二輛 那路就是這邊所有的可能會涉及到的改善 最後就是資訊的系統 今天在講的大部分都是涉及到 怎麼樣能夠就是即時反應 那這個資訊系統現在是可以整合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推所謂的PTC 或者是說行車這個 這個控制的系統 或者說所謂列控的系統 那可是過去的計畫 有些項目並沒有 我們趕快把它補齊 那大家所關心的所謂的 台鐵總體檢報告 那是做基礎 要滾動式的去 就是去修正 甚至增加 那以這樣的方式 遇到一個新的問題 我們就回饋 來好好的檢視我們哪裡不足 斷軌我們就增加了一些未來改善項目 邊坡走山也是 這一次因為工區的管理 導致沒有在施工的 另外一個東正線受波及 那這個問題就是 我們逐漸的來把它聚焦之後 那我想更全面的深入的來解決 謝謝 謝謝部長 我們還是希望說 我們一定要盤點清楚 輕重緩急 然後好好的來改革 謝謝 謝謝 辛苦了,我想今天大家都是為了這次的事件,感到非常的憂心,感到非常的傷心 那我來自醫院的醫師朋友跟救護人員打電話跟我說,救護過後兩三天 他有時候睡一睡,他想到進到那個觸目驚心的場面 在那個整個車廂裡頭,一個斷臂殘奶,一個肢體破碎的一個場面裡頭 他常常晚上睡覺會這樣子就清醒 那我想這個大概是我們醫學三面長叫做,標準的叫做創傷後症候群 一個創傷後壓力的症候群,所以我想問一下部長的心情 部長你第一時間幾點趕到現場 大概是應該是一點多的時間 那你有到第七節第八節車廂上去嗎 因為第七八節是在裡面,我們是在外面大概一二三這邊 所以你有到現場去看 是 當時你的心情怎麼樣 當然,觸目驚心嘛 那整個 就慘不忍睹 那種 我想那種 那種衝擊是不可能消失的啦 就是 是非常震撼 然後 很 就是 就是 就是馬上想說我們能夠做些什麼 去減少這一個傷害 那 那 因為那個還在持續中嘛 整個 包括 大量傷患的後送 喔 所有的 特收隊要進來 喔 阿你看到 很多的 志工也已經都到場 喔 那每一個人都在想為這些 這個災難做一些事情 能夠 減少他的傷害 所以當你看到那個車廂裡頭 這樣子一個已經變形了 甚至就是說 他可能已經 一些 他的身體已經 上下身 已經分離了 這樣子一個 破碎的一個 肢體的時候 部長 你當時 當下的心情是什麼 當下的心情 就是很 很難過 然後 就 我想這種 很難用言語去形容 那種震驚跟 衝擊 你要不要再多 講一下你的心情 沒有我的心情喔 我馬上轉過來就是 趕快要做搶救的事情 已經 比較沒有放在自己身上 好 那這個事件之後呢 我想大家都在指責了 就是說 2018年的 普庸馬事件之後的檢討報告 那 這個其實是這樣子 在我們醫學上面 我們常常會做RCA 根本原因分析啦 那在這一次裡頭 然後 昨天那個運安會的主委 楊主委 楊主委也講到 就是說 好像那個怪手是關鍵 不知道楊主委在不在 那要不要回答一下 就是說 他對 早上對媒體的 那個回應就是說 那個怪手是關鍵 那現場那個工程車 也不只是一台 是不是有其他的工程車的 行車紀錄器 有拍到這個怪手 跟這個滑落的工程車有關 怪手的這些資訊我們都有 但因為跟檢調的調查 相當的攸關 所以我們把這些 檢調該處理的 第一時間就交給檢調 所以現在是檢調期間不公開 是 OK好 那謝謝楊主委 那還是到部長這邊 部長我大概因為 因為事情發生了 我想 現在在做了指責 在列女巫 我想這個當然都 社會的氛圍下都會有 那我今天的事實上是這樣 我今天想送你一本書 這個一本叫做阿西葉的書 那因為 從早上看起來 大家都在對這個檢討報告呢 到底2018年的普悠瑪的檢討報告 到底如何解列的 好像大家都覺得有疑問 有意見 那其實 以前我在台大醫院裡頭 我們每發生 因為醫療上面面對的也是人命 所以我們每次碰到 只要是人命的問題 我們都覺得非常的難過 所以我剛才才會問你說 創傷後的一個壓力的症候群 那 部長的心情到底是怎樣 那對我們來講 我們事後都要寫一個 RCA 那這個RCA應該是一個 系統性的問題 我們才會去寫 那如果是某個人 某個人的一個問題 那他就不用寫RCA了 那所以2018年的普悠瑪 有了寫了一份 一本三百多頁的報告 那144項的解列 109項已經 144項的那個列管 109項已經解列 那這個解列 到底是什麼樣的 那我想今天 因為從早上到現在 已經有非常非常多的委員 都針對這個 到底是怎樣來解列的 我想這個有一個專業 我想這是一個很專業的東西 那我剛好中午的時間呢 我就 跑到台大醫院 找以前的 拼管中心的同事跟主任 談了一下 就是說 發生這樣的重大意外事件的時候 怎樣的RCA 如何來寫 那他剛好就 送了一本書 其實這個以前 我們在醫院 我們都 每個人都需要寫 所以大概工作裡頭 都會常需要寫RCA 那我也在這裡 我想等一下這本書 就送給部長 也或者是 送給那個 雲甘會的主委 其實 他給了我十本 那其實我想 可以給大家 來做參考 那對於這樣一個 不幸的事件 我想這個 可以用果商來表達 我想也不為過 那檢討跟反省 是一定要的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如何去反省 我們如何去做有效的一個 問題的根本原因的分析 那其實最後 RCA的 終點是什麼 即使是執行力 你把問題 列出來之後 你有沒有確實的去執行 我想這是執行力 而不是在下一次又發生意外的時候 大家又站在這裡 互相的指責 我想這不是我們樂見 好那我等一下就把這本書送給部長 謝謝主席 謝謝蔡碧如委員 現在我們請管碧琳委員發言 我們知道部長的傷痛跟幹苦 好那所以部長先休息一下 好主席 我們請楊主委和其副 其次長 請楊主委 其代理局長 我先請教楊主委 我們來看這張圖 這張圖上面 在第二現場 跟第四現場 這一台造勢的工程車上面 有一個紅色的一條線 你能不能告訴大家 這紅色這一條線是什麼 為什麼它連結了 挖土機 跟這一台卡住的 在草叢中卡住的 第二現場的工程車 跟委員報告 這張圖是我們運安會 收集了關鍵的所有的市政之後 所做的 是 那紅線是什麼 紅線是代表它之間 有一些互動的工作 好 請問是不是你的調查進度的 證物裡面的挖土機 是不是 是 好 問題 很清楚 當這台工程車 跑到第二現場 它卡住的時候 它竟然 是叫挖土機 用吊帶 想要把它拉走 想要把它拉回來 對不對 怎麼可以用這樣子 處理呢 那是多危險的 處理方式 對不對 那請問那個挖土機 是它自己去開的 還是它的另一個同事去開的 我不知道這樣的資訊 是不是適合在這個場合揭露 我們有完完整整的資料 都交給檢調 所以是兩個人還是一個人 現場有兩個人 好 所以那個人你們也已經 送檢調偵訊了嗎 我們全部送給檢調 好 次長 那一樣主委請回座 次長 如果這個工程 它依法 有派瞭望員 瞭望員 在這個時候就可以開始啟動它的功能了 這個工程有沒有依法指派瞭望員 那一天他們偷工的時候 瞭望員在不在 我想這個工程應該是停工狀況 主委請坐 來 不要管停工 這個工程從頭到尾有沒有指派瞭望員 沒有 沒有 整個工程兩年來 這個工程沒有派瞭望員 為什麼沒有派瞭望員 今天鐵道局告訴我 這種工程一定要派瞭望員 吳局長不知道這個規定哪裡來 這個規定 鐵路沿線施工安全作業標準裡面 應該派瞭望員的 是鐵路沿線的施工工程 結果 台鐵局認為這個不是鐵路沿線的施工工程 所以沒有要求派瞭望員 因為這個工程是在西陣線 離東陣線距離非常遠還有高層差 包含在內 包含在內 我們來看一下相關的規定 相關的規定 那你回去再看契約 我們不需要替他們說話 我也不是要苛責台鐵局 我只是要告訴一個文化的問題 台鐵局跟鐵道局 對於他是不是應該派瞭望員 其實兩邊的官員 他們的認知是不一樣的 可是我要告訴大家 如果今天我們回到第一張圖 如果今天這是有瞭望員在場的時候 瞭望員的功能是什麼 瞭望員的功能就是當發聲卡住的時候 在第一現場 跑到第二現場卡住的那個時間 瞭望員就開始啟動他的功能 來我們來看瞭望員的功能 我們看瞭望員功能裡面的第二項第三項 我們看第二項是什麼 他應該做的緊急措施 如果他可以啟動按鈕啟動按鈕 如果不行的話 趕快要跑到接近列車的地方 去揮警士騎 讓列車可以適當的提早煞車 這是他的功能 他的應該要有的任務 那至少他的任務 平常他的任務是什麼 他平常的任務是第三點 精神不可以鬆懈 瞭望員每天在工程的現場 就是要不斷的叮嚀跟警告 隨時提醒作業人員來講 降低事件的發生 這個就是瞭望員 沒有瞭望員 然後沒有做這些事情 然後做失了 在第二現場的時間點 就開始啟動通報作業的良機 好 不止這一點 市長 光這個工程 算不算鐵路沿線的工程 該不該派瞭望員 台鐵局跟鐵道局 給本席辦公室的答覆意見 就不一樣 鐵道局認為當然要 而且鐵道局所有的工程 都會派瞭望員 但是台鐵局告訴我們說 不要 好沒關係 我再給各位看 要不要設圍籬 看這張照片 這是這一條路 什麼時候就有這一條路了 2005年就有這一條路了 2005年就有這一條路了 至少2005年 甚至於更早 為什麼 因為本席從Google 直調到2005年 就有這條路了 好 2005年以來 誰 誰 該把它當作潛在的危險 而要去設護欄 設圍籬 誰 該有這個責任 今天 到底是台鐵局的責任 還是 施工單位施工的時候 才要設 的責任 我們來看法令的規定 我們的鐵路法第59條 第一項的第四款 臨近鐵路的公路 高於鐵路的地段 應由該公路之主管機關 在其臨近鐵路之一邊設置護欄 這是64年前就有的條文 但是它只規定公路 可是你們的施行細則的辦法 你看 你們的辦法在公路之外 你們知道要加個市區道路 但是你們就沒有想到 施工變道的道路 你們就沒有想到像這種 存在一二十年 台鐵用來平時利用作為 檢修維護使用的道路 就沒有 你們沒有想到 所以 台鐵也沒有想到 這種潛藏危險 早就該做護欄 然後把它認為說 施工單位該做 誰都該做 施工單位沒有做令人罰職 但是台鐵是不是也應該要有這種文化 知道應該要做 法令不足 讓他們長期認為這個是不需要做的 可是該不該做 你來看一下考試的題目 這一條在去年 連警察特考都拿來當考題 可見 鐵路 鄰近鐵路 的邊坡 應該要設為理 是多麼重大的一件事情 是我們國家的考試機關 學術機關的教授們都認為 連警察都要知道 要內化到你的人格之中的一件事情 可是法令不足 造成整體台鐵的文化上不認為 他們應該替他設為理 好 我希望回去盤點 盤點所有這些檢討當中的細節 魔鬼藏在這些細節 安全也綁在這些細節的檢討 好不好 謝謝 另外就是我們今天通過的這14個地方 大家只想到做圍籬 回去全部要求要加派遼望員 做不做得到 是 好 謝謝 好 謝謝廣碧林委員 現在請賴斯堡委員發言 也跟廖婉如委員抱歉 等一下先休息10分鐘 謝謝主席以及各位先進 請一下我們的部長好嗎 請您部長 請高速安排 請高速安排 請高速民族 請高 bunk 請高 ease 請高手 請高手 內海去,還是羞愧而去? 是我主動請辭,先口頭後書面 先口頭,口頭是假啦,書面,來 什麼時候準備走? 告一個段落,就是... 告什麼段落,什麼時候,大概一顧什麼時候? 因為長官還沒有批啊 如果長官批,那就生效嘛 如果是蘇貞昌院長可以批,他馬上可以批 拿來我隨隨隨你,他不喜歡你啊 因為你不是他人馬啊 是不是,你是道地的蔡英文人馬 外界說你是三阿哥啊 大阿哥、二阿哥 就是賴清德跟這個鄭文燦 三阿哥就是林家龍啊 所以蘇貞昌 照理講,他如果他可以做主他趕快批啊 因為華麗金趙 這個原因很多啦 為什麼這樣?我們舉一二個例子 第一個 你接了我某嘛對不對 普悠瑪事件 你接我某變江東部長對吧 王國財代理部長 之後就是你嘛,那代理不要說啦 正是你接部長嘛 那你們出了一個台鐵的檢討報告 啊院長 都報給你 核准啦 這裡面裡面有部會的 跨部會 那個 那個 阿你等多久 等八個月嘛 是不是 等八個月 你才自己來公佈啊 是不是這樣 對吧 我自己 我今天標題給你像喔 是 人之將去 奇言也善 奇行也善 所以呢 我知道你一定離開 這兩天 因為我接觸到一些朋友 還有一些 我的朋友 也有藍的 也有綠的啦 他們都說你做定的啦 是時間而已啦 那我覺得 部長 你高學歷 人也不會說話 但最近事情出了 拖拖拉拉 拖泥帶水 不甘不萃 真的 我為什麼這樣講 你可以看 黃昆威 那時候當 教育廳的廳長 楓炎高中的 禮堂倒塌 26個學生死掉 26個學生罹難 第二天就辭職啦 第二天 一天 第一 這個就是第一時間 要辭 八掌溪的事件 陳水扁執政啊 貴黨執政啊 7月22號發生的 7月25號 游西昆走了 游西昆 游西昆 副院長 八掌溪 副院長 就是游西昆 三天 最多三天 蔣英氏也很快就走 為什麼你到現在為止 還移附開 還等到長官慢慢批 部長 真的 你今天來有勇氣 面對大家 是不錯啦 但是 真的 如果我是你啊 早就辭職丟出去啦 不是苦頭 就等著官外的眼神 把你 把你留 太狂 如果我是你 辭職丟 第二天我就丟了 第三天我就走人了 這個才是政務官的風範 這是政務官 你是政務官啊 還在講一些什麼 哇 誰的責任啊 理想責任最重 再過來是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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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務官就要 挑起政治責任 請問你 楓元禮堂 倒塌 這裡面 包商的問題 結構的問題 跟黃谷會什麼事情 他馬上走啊 巴掌心四條人命 救援不及 醜樂 尤其官是替堂飛來 來受過 可是挑起來 所以這個時候 真的 你 我跟你講這些話齁 我是跟你談學術的 一個觀念的齁 大家都學者出身的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明天就是 明天因為我吃層遞出來了 明天我就開始不來了 我就不去交通部的 堅持 不管你掌控PVP 我就不來了 敢這樣嗎 敢不敢 敢不敢 我跟委員講齁 如果齁 你是我 在第一時間趕到現場 看對那麼多死傷 然後需要搶救搶修 我的第一個念頭 就是 我要趕快 來 減少這個傷害 我能夠做些什麼 你可以 然後我也跟委員講 第一時間 我也有表達 就是請辭了 這個就是面戰啦 然後你第十人請辭 書面遞出來才算 你看看我們沒算 來 起演也算 起行也算 因為我時間不多了 能不能夠 來 第一個 你能不能對那個駕駛啊 爭取給他一個行政院所頒發的 楷模獎章 那什麼 楷模獎章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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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少 你可以做這事情 最少 你可以做這事情 有沒有 我要做 我交通部的部分就是交通獎章 我們已經在辦了 那行政院 我們也在 交通人比較低 層級比較低 行政的獎章層級比較高 對吧 行政院 爭取 第二個 具體爭取 你在處理普悠瑪的時候 一千五百多萬 能不能 標準提高 把它提高到 譬如說 目標提高到兩千萬 可以嗎 這個是我的目標 行 兩千萬 因為這涉及到 他這個 調查責任還有 涉及到 那個都另外一件事情 最少 你現在還 賴著不走這段時間 你就做好事吧 好不好 好 這兩件事情 第一個 爭取獎章 行政院的獎章 楷模獎章 給那個司機 第二個 爭取每一個離任者 到兩千萬 可以答應嗎 這都是我們努力的目標 我們一定要站在 就是說 受難者家庭 他的 不是努力的目標 一定要做到啦 你不能承諾 一定要做到 就是說 你沒有這個權利喔 我們 都有相關的法規 但是我們會突破 努力 來這個 達到 委員所期待的目標 蛤 但是結果我不是說 在這裡 用什麼數字 但是我心裡面 想的 我想跟委員是一樣 我跟主席報告 跟主席報告 因為部長實在講太長了 所以不好實在脫了 你要讓我多講一點點 這個 再來 我剛才只有講 齊行也善啦 人之將去 齊行也善 齊言也善 你總是要 講一點話 有政務官的擔當 而且你不用怕啦 你是三阿哥 你下台子 蹲下去 為了跳更高 要跟你再做大關 你都擔心 只要蔡英文在 你就要當大關 來 所以 我要你講實話 齊言也善 台鐵未來 台鐵40年來 虧了4千多億 一鐵藥就好了 一鐵藥怎麼救他 告訴我 一鐵藥 一鐵藥 有沒有 一鐵藥可以救他的 一句話就好了 什麼 就組織改造 組織聽不懂 組織 組織 蔡英文講的組織 我告訴你 比如說 OT可以不可以 經營權交給人家經營 但是所有權 通通是政府的 給我人 很多的 很多醫院都OT做得很好 台北市萬豐醫院做得很好 台北市政府 如果你問我心裡 有沒有什麼參考的經驗 我可以提兩個 兩個 一個就是 台北捷運局 跟捷運公司 的關係 跟你提的接近 好再來 第二就是中華郵政公司 好的模式 好 這個都是我們 前面是OT的 剛才你後面不是 再來最後一句話 但是我要跟委員再補充 最後一句話 這個 因為這涉及到 政府跟整個 還有民眾 這個也不是你的事情 最後一點 你心裡會不會對於 蘇貞昌院長對於 你提的交通 不是 這個台鐵局長 遲遲不疲 心裡有一點 不會 不會啊 不會啊 不會喔 我做我該做的啊 然後 仔細看這句話 齊言也善 要講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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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講真 虛偽的話 齁 你要做阿哥的人 要講真話 齁 我覺得長臨啦齁 你批給他 因為 蘇貞昌院長 最有這個惡例 我在財委會 關谷的總經理董事長 財政部長送上去的 三個月不批啊 三個月不批啊 因為 他送的人不是他要的人 也就是說 你送的人 不是蘇院長要的人 就是這樣 謝謝 我這就要你同意吧 謝謝來委員 你 你不要回頭 你講的那個例子 到底怎麼樣 你點頭也可以 要不要點頭一下 點頭我就下來了 財政部 我怎麼會知道 不是阿 我說你阿 你不是有送 你要送台鐵局長不批阿 有阿 有這個事阿 我們都會先 你有沒有送台鐵局長上去 行政院不批的 有沒有這個事阿 會有 有沒有 討論大家雙方面 就是說 針對怎麼樣幫台鐵局長 所以才有 才有交通部的嘗試來見阿 好 請掌握時間 對阿 我知道 阿時間都可以說去阿 沒有阿 不是 你點頭了我就走了阿 對不對 你說 就問你 你有沒有 商簽 台鐵局長 然後 行政院不給你核准的 有沒有 就是問這個事有沒有 我們有見面有討論人選 但是沒有final嘛 沒有決定嘛 沒有決定嘛 因為我們希望爭取的人 他也不一定會答應 因為台鐵需要公務員 但是這個體系裡面有適合的 我們也要去跟他諮詢等 所以你沒有 不一定人家要來當 好啦 所以你沒有否定 所以你沒有否定 我講個話啦 就這樣啦 好 謝謝賴委員 謝謝 謝謝賴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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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今天是天餐 在我們試 en可 Faculty 他叫ands película 你可以數到這 哦 嘿 報警 哇 pół 聖長 你怎麼差 做了 沒有 睡覺 對 你要看到 那 voil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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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应该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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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后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枿 中文字枿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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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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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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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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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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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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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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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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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